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机会看到 Timer 但是 Timer 背后到底什么运作 然后不只是从硬体的层面知道说这个时间是什么更新的 甚至我们要从作业形容观点去思考 一个作业形容能够运作的机制来说 Timer 扮演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讲座特别来探讨 Timer 那这个 Timer 其实如果你要完整涵盖的话 你会发现说你要探讨议题很多 不是只是知道说 Timer Interrupt 而且你也要知道说在现在的 Linux Kernel 的设计来讲话 其实它已经演化成具备 Tickless Kernel 的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 Timer 本身它不是固定的周期 它也可能是变动的 除了这以外呢 你会发现说 Timer 来自很多不同的来源 那这些东西呢 都统括 我们就叫做 Node HD 这个先知道它的名字 然后我们晚点会来探讨 深入来探讨这个 Node HD 的意义 除了这以外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 HRT 那 HRT 的话呢 有能力带给我们做到 Microsecond 等级 也就是 10 的 负 6 次方秒 这个时间精准度 那这个这样的精准度非常关键 其实不只是从这个效能分析 然后用效能分析来讲话 往往时间来讲都是见过的非常短 以 Microsecond 为基础 为这个分析的单位 除了这以外 你会看到说 HRT 呢 对这个及时处理 其实也办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这个讲座 有一个纸章节就在探讨 Linux 的 对于这个整个 Realtime 的能力 那我们这次呢 聚焦在 Timer 从这个中段的处理 然后一并会涵盖这个 GFIS Positive Clock 相关的 Timekeeping 机制 以及说这个 Timer 的解析度 而且还会探讨一个有趣的议题 称为叫 Deferred Scheduling 这些议题 然后所以我们预期 如果你对于 Linux Kernel 的 Timer 有足够认知之后呢 那你其实可以把很多东西串绝起来 不然说一个程式执行的时间 执行从开始到结束 这段时间很有意思 往往的时候 我们在应用程式来讲 所置的东西很有限 但是你可以搭配 Linux Kernel 的一些机制 有机会知道说 过程中发生多少次排程 以及排程跟排程之间 这些相关的延迟时间 甚至你可以更具体分析出 从系统呼叫啦 任务切换 以及在整个统计上 无可定的这个时间落差 这都是我们在了解 Timer 之后呢 可以具备的这种基础素养 好 首先我们来看 Linux Kernel 如何看待时间 看待时间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会从好几个层面去看 一个是从 Kernel 层面去看 另外一个是从这个 User 层面去看 那其实这两从 Kernel 看也好 从 User 看也好 其实你会看到不同的议题 好 那在探讨这些议题之前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叫 Tick Rate 好 这个 Tick Rate 在做什么呢 就是说在我们做一种启动之前 其实呢硬体就具备这个 计时器的能力了 这个晚点在探讨这个像个人电脑啦 或者其他的潜入式装置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但是很显然 不管哪一个作用 我们往往都需要一个硬体的这个 Timer 好 那既然它叫做 Tick Rate 那这个 Tick Rate 呢 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 你知道看到一个数是 Rate 就是你知道是频率嘛 那频率的导数是什么呢 频率导数就是周期 好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硬体 硬体上存在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整个手机好了 你的手机来讲会存在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说你透过时音震荡 或者说某一种物质 它只要提供稳定的电压 就可以创造一个振动 那当然你会好奇啊 就是说那个 请问那个阿扁的手 每秒七次 这是一种振动 其实本来也是 好 那注意啊 这些振动呢 我们就可以去善用 就是我们可以善用这些振动 然后呢去 建构一个跟真实时间的关联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有一个 Tick Rate 好 比方说你 每秒可以触发十次的这个 十次的这个 不管是振动摆动 好 反正不管 好 那就一秒如果可以摆动 振动十次的话呢 那也就说呢 每次振动跟振动之间的间隔是什么 是零点一秒 就是这个十分之一秒 好 那你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好 注意到 今天我们要再定一个名 很重要的名词 叫做Wall Time Wall Time 什么呢 就是Wall Time 就是讲这个 墙上时间 你就思考一个议题 就是说 在你平常 你就想要你在课堂里面好了 你在课堂上就是去 听讲 听老师这个上课 好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总之 台湾的学生 对于这个上课实在是太有印象了 好 以至于说你以后 毕业之后到了职场工作 你很可能还是会经历到上课 无论是在职训练啊 然后可能会请外部的讲师啊 甚至如果你的老板像果冻一样 这么能言善道的话呢 你常常免不了一亮的嘛 不要去上课 好 那你就想要你在一个长期里面 坐在教室里面上课 然后这个 但问题是这个老师呢 就算准备再怎么充分 这个这些讲师呢 跟你内心想的东西还是有些出路 好 比方说你去听个主题 好 就像说听这个Linus Kernel的讲座 那你会发现 诶 你对Linus Kernel也有兴趣 可是这个老师讲的东西 毕竟跟你的内心期待的东西 还是有落差嘛 其实不是老师讲不好 往往是这个 两边的这个认知有期待啦 最重要是两边对时间的观点不同 以授课教师的观点来讲 他就是领终点费嘛 绝大多数都是领终点费 那领终点费呢 就是反正我就上课 比方说我今天有六个小时的课 然后分别拆成六个部分 那六个部分就是每上五十分 五十分钟休息十分钟 那所以对授课老师来讲话 他就是知道他有个上课的节奏 比方说从一开始跟大家介绍说 这个课能做什么 那接着开始去按照不同的章节去授课 那时间快到的时候呢 就要做一些硬硬的准备啦 比方说下课前安排一个测验 然后或者说即将到来的中间休息 那就要准备把这个目前授课告一段落 那反过来说你作为一个听众 你坐在台下 你往往呢 这个对这个时间认识不同吧 有兴趣主题你会觉得过得比较快 那你兴趣的部分 应该说主题你还是有兴趣的 但是可能某些细节里面兴趣 那你就会觉得过得比较久 那或者说有些东西你已经知道了 总之 这个课堂老师跟台下学生往往呢 对时间认知不同 但是这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个东西叫waltime 你就想说我今天就是有想到说 在教室就摆个时间 所以不管是授课教室也好 或是上课的学员也好 我们都可以看墙上的时钟去知道 真正过了多久 你在事先不需要花时间去对时说 老师上课前或是上课结束 要跟你去对时 不需要 因为你有一个绝对的参考时间 所以注意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waltime waltime的关键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最终 最真实的时间呈现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在思考一件事 今天如果不是上课 今天改成随堂测验 或者改成月考 或是联考 学测 不管什么样的考试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 你往往就算教室里面摆了 这样的一个时钟 你不会一直盯着他看 对吧 因为你还有该中的要试 不要说你要考试 对 所以你花绝大多心力都在看题目 思考 揣摩 出题者要出什么题目 对吧 然后所以你往往看时间是怎么 完成特定的任务 或是说 你发现 你担心说什么 你花在前面 今天考试如果有正面跟反面 或者说考试有三张 你花的第一张考试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你干嘛 这时候才抬头看一下 对一下时间 扣掉对时 扣掉检验时间的 检验这个绝对的时间之前 其实多半的时候都是靠心理感觉 或者说你靠自己的一个步调去做事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往往应用程式执行也有像这种情境 就是说应用程式往往它自己有一个节奏 对不对 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浏览器 它可能是一个资料库 好我不管它做什么样的应用 总之它就是有测定的功能 它往往做一段时间之后才去查阅整个系统时间 而且呢 你思考一件事 当你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那你抬头看时钟 你就想要那考试场景 你抬头看时钟 其实你抬头看时钟 再回来继续考试 其实都是有时间差 它不可能顺便完成 对不对 当你抬头 看你的时钟 然后记住 哦 你要去算一下嘛 算一下距离这个收考卷 可能还有20分钟 那你再回台 那这样一来一往 其实都有时间差 我们姑且这张时间差 要算成一秒好了 所以你看 你每次看时钟 其实就这样 你会损耗一秒时间 而且这个一秒时间是不能被删去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过程 同理 以一个user program来讲 user space application来讲 我们去想 其实我看时间 其实怎样 也是有代价的 所以注意到 很多人认为说 查阅时间是没有成本的错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参考值 那这个参考值 势必要由这个作业重去提供服务 那当然你隐约也知道 作业系统呢 其实提供了若干个系统的角度 就专门在跟什么 跟时间有关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们去思考 站在硬体观点 站在作业系统设计观点 以及在应用程式观点 其实在各自不同的身份 对时间认知是不同的 好 另一个我们来思考一下 硬体的观点呢 其实硬体本质上呢 它对于时间来讲 就是像刚刚提到 它就本质上 它就有震荡器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电压 在特定的物质上 我们就可以创造什么 一个精准的周期性的 这个 不管是震动 摆动 不管那种什么 总之就是说 在硬体上就有这种机制 好 那我们就称这样的东西叫什么 就是叫一个讯号源 那光有这个讯号源 其实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跟软体 要有一个观点 那当然你就想 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Time Interrupt 所以一旦呢 你有一个这样的讯号源 接着呢 我在 我透过 这个 硬体架构的注册 我就注册一个什么 注册一个Time Interrupt 也就是说呢 当 假设我每时 每十分之一秒 就是说我的周期 我周期是0.1秒 每0.1秒呢 就会触发一次中断 那 也就是说呢 不管现在 CPU执行到哪一道指令 目前在执行什么样的程式 不管 好 总之呢 我每0.1秒 我就会由原本的执行的状态 切换到什么 切换到 Intra状态 所以就处理器模式就改变了 比方说 按了处理器就会有 从原本的模式切换到 Intra Mode 当然对Mips或Intel架构 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设计 好 然后关键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于说这个中断一旦触发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做特定的事情 比方说呢 我就记录下 就是你就想说我今天有一个像记账园一样 比如说这个 就记录 然后就说我又发出一次中断 好 那我就一直往上加 然后我每0.1秒加一次 所以这是0.1 0.1 因为本质上呢就是什么 本质上就是说我把这个中断触发 尤其它们是时钟中断的触发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时间 那在这个Intel架构下呢 一般来说呢 我数字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什么预设值啊 会说从这个100 250 或者其他数字 好 这个数字呢 很有趣啊 就是如果这个数字越高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的频率就越高 就是这个Tick Rate Tick Rate就越高 那Tick Rate越高呢 也就是说这个周期就越短 这听起来像废话对不对 答案是好玩的就在这里 时间周期越短 表示什么 表示说呢 你可以做的 就软体可以做是越多 不管是我中间去做排程啊 我去做其他的一些 系统呼叫 或者说我要让 应用程式去得知目前的时间差 做前面一个动作跟做后面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因为你的有效的时间间隔越短 就意味着什么 你有机会做更好的这个 就是 你有机会得到更精准的时间 所以我们称为这东西叫什么 叫做Resolution 这中文叫做解析度 对案叫做 分辨率 就是一样的概念 好 然后呢 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如果呢 这个Time InterRot是发自在SMP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这个Linux核心设计 我们有讲到多核 我们讲到这个多核啦 我们有讲到说中断 那我们讲这些议题的时候呢 其实都不能忘记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呢 我的讯号源可能只有一个 但是呢 我可能要分配给什么 不同的CPU Core 不同的CPU核去做什么 对应的这个InterRot handle 所以你就要试图去处理一个 像是Benz 就是要去平衡 平衡这件事情 或者说还有去设定一些必要的Mask 这个请你回去复习这个多核的状况 好 然后继续讲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刚才讲这个HZ这个值呢 如果它比较大 那好处是什么 那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Timer 就是我的这个解析度就越大 也就是说呢 我的时间精准度就越高 比方说我的频率 因为从原本的频率如果是 原本那个频率是10 就HZ如果剩10 也就是说 我今天有效时间只有0.1秒 我不管 所以对我来讲 0.01秒跟0.1秒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它就是我们的事情间隔 因为分不出来 可是呢 如果你把它提升到100 甚至250 那你就可以区分出0.1秒跟0.01秒 这是很显然的好处 当然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要去测量一个事件 测量一个程式值钱的事件 当然就精准了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Python Python往往呢 我们要去参照的是什么 参照这个Timer 像这个LongRobin LongRobin基本上是不看 程式的优先权的 不看这些process的优先权 我们看的是什么 是时间间隔 所以LongRobin 反正你设定是说每1秒切换一次 或者每0.1秒切换一次 那如果你今天设定成每0.1秒切换一次 那你显然你HZ肯定要大于10 因为如果HZ设定10的话 有效时间是0.1秒 那我们要排成吧 显然要怎么 把那个有效的时间间隔 必须要比预期的时间间隔更短 否则你会分辨不出来 所以如果说呢 你把HZ这个值设定比较大 那显然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做这个Preemption 就可以更精准 在什么时间点触发 就可以很精准的去处理 但是呢 这是优点 那刚刚讲的优点 那现在我来看一下缺点 缺点的话呢 其实很明显 只要HZ值越高 就意味着我需要更多的 Time Interrupt 那更多Time Interrupt 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个整个系统的负载 我们从这个系统观点去看 那你别说 我同个时间内 我原本可以做好多事 但是呢 因为这个Tigrate提高了 所以导致说 我要花很多 系统要花很多时间 处理这个Time Interrupt 那当然这个对这个 整个系统的负载会增加 那 同理 它也会降低 throughput throughput 在一段时间内 所能够做的事情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类似的状况 如果你Tigrate拉高的话呢 原本为一个Process 做一个执行的单元 注意到Process 在Linux Stadium 不是最小的执行单元 但是可以当作一个 粗略的一个执行单元 在同个时间的原本 我会把资源给Process 但是呢 因为我Tigrate拉高 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呢 处理这个Time Interrupt 那同理呢 这个 这件事呢 其实来讲话呢 其实肯定是耗电的 就先不管硬底怎么去实作 晚点会讲硬底的做法 但是显然呢 如果你把Tigrate拉高的话呢 其实整个对功耗是会增加的 就是越频繁的 越高的这个HT值 好 所以接着有一个完全反过来的思考 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讲这个 透过这个Tigrate 透过这个中段发生的时间 会去计算 去累计 从而计算出最终的时间 那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 我们让那个 Interrupt 不要 总是 固定周期发生 也就是说 它的 也会有周期 但是周期呢 它是变动的 所以有时候短 有时候长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我可以把Time关掉 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现代的这个硬体来讲的话 往往我的Timer 不是一组 我们有精准度比较高的Timer 也有精准度比较低的Timer 这些Timer的存在很有趣呢 它的精准度不在于高跟低的差别 而在于耗电 省电 甚至呢 你可以摆很多组这个Timer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Microcontroller 就是所谓这种 微控制器的那个晶片 其实很多 比方说这个像 STM32F4 那这样STM32F4呢 它其实怎样 它有六个Timer 其实可以看到出 它有Timer好几组 就是 你可以用的Timer 就有六组 甚至随着这个硬体的 硬体的这个改版 甚至有可能更多的Timer 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Timer呢 这很有趣啊 因为 刚才提过 有不同耗电的状况 有不同的精准度状况 所以你就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在系统运作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切换 切换两个不同的Timer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们在系统运作的时候呢 往往很多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 系统都处于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Idle的状况 像你看 这个手机 我手机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没有跑一些 什么奇怪的程式 你知道什么奇怪的程式 就是像LINE 这个程式真的太奇怪了 奇怪到我 我连账号都不能用 我的账号已经被LINE 被限制住了 只是因为我以前写了 很多程式去测试LINE 然后就导致我的账号 就不能用 那不 不知不是私人案件 很大比应该是我的错 没有看服务条款 那总之像LINE 这种程式呢 它比较特别 它会让你的手机 没办法充分的休息 只要别人的讯息 弹出来就 对不对 就是你在干嘛 就是这个系统 弹出一个视窗 弹出一个某某的 传讯息给你 如果你先扣掉这种程式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手机很多时候 其实是可以休眠的 那既然手机在休眠 我们就可以让Timer Interrupt 不用总是精准的 总是周期性的出发 我们可以改成说什么呢 比如说按下这个按钮 这个POW KEY的时候 按下POW KEY的时候 我这个手机醒来 那我再把对应的Timer把它换起 这个是可以做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我们今天这个系统的运作 其实往往我们不再只是 从周期性触发的Timer Interrupt 去回支时间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从行为面去探讨 然后这个部分 这个Tickless 这个我们就称为叫Tickless Kernel 注意到 它只是 这个Tickless Kernel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Tickless 所以注意到 事实上在Linux Kernel的设计是 在Tick 就是在Idle的状况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在Idle的状况 会切换到Tickless的模式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系统是全速运作的时候 我们往往还是要仰赖Tick 然后在Tickless Kernel来讲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特征 像是什么呢 像是它的这个Timer 是可以设定的 也就是说 我可以触发下一次Timer 要在什么时候起来 以前我们是周期性 就是说 我今天周期如果是0.1秒 那我下次触发就是什么 就是0.2 再下一次就0.3 之类 可是在Tickless来讲的话 会有个对应的设计 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下一次唤醒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远 但你可以设定很快 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 可能不到0.1秒 非常短的时间就唤醒 但是这个唤醒是一次性的唤醒 所以我要一旦唤醒之后 我要设定下次要唤醒的时间 所以总之 Tickless的Kernel 关键在于 给予作为系统设计者 一个弹性 这个弹性就是说 我不需要永远仰赖 周期性触发的Tameteron 但是我也可以做到 跟原本相似的行为 比如说我在某些事件触发的时候 要做特定的中作 那一旦系统在全数代运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让它去追踪到 像这个前面提到这个Waltime 好,那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再度 由Embed Linux 讲出来 由这个Linux Foundation 举办的研讨会里面 一些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简报 好,那刚好这几个简报 我是 刚好这几个简报 我也是有听过现场 听过现场的一个报告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认知 好,那 为什么Linux要做这个Ticking 就是说这个Ticking 就要讲这个 讲这个Linux 为什么要有这个Tick的机制呢 好,就第一个呢 我们刚刚提过 就是显然 显然是要知道目前时间 从这个Time Interrupt 再搭配Ticking Rate 去得知真实时间的变化 那除了这以外呢 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像这个 Long Robin Long Robin是看这个时间间隔的 看一个Time Quentin 就是一个某时间间隔 到了 然后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灯物 所以比方说你有两个灯物A跟B 那我的时间间隔是 10个Min Second 也就是说 0.01秒 切换 再切换 那所以这个东西 显然是什么 需要Tick的协助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 朱卫雄本身需要 很精准的资讯 去得知 特定的任务执行 比方说我要知道说 一个系统呼叫的时间 那我知道一个系统呼叫的时间呢 比方说一个档案系统 我要做什么 做资料同步 我要做Read 我要做Write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需要 你要能够去追踪的 那你在这个 D Messaging D M E S G 你可以看到什么 Kernel这个 Kernel的讯息 Kernel的讯息往往都会有这个时间 就是你透过Print K 印出讯息的时候 往往呢你其实看得到这个时间 那所以这东西 不管是Print K 不管是这个 像那个什么K Time 这些都是 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作为 作为一种开发者 以及底层系统的这个 设计者 必须要知道这个资讯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有一个好玩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Deferer Free 这 这之后会来探讨 好 那当然就是说像什么 Prosets的统计 知道目前一个Prosets 建立之后 真正 耗费系统资源去 去执行特定的任务时间 那是占多少 那以及说从这个目前任务 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 这个叫 Switch Out 然后呢 从其他任务切换到你想要的任务 这个叫Switch In 不管是Switch In也好 Switch Out也好 我们透过这些统计 我可以知道 一个虚拟的实践 就是说在这个Prosets 真正 它执行过程中 它会有个 Prosets 本身它 它知道的实践是一个虚拟实践 然后呢 我可以对照 真正 真正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从开始到结束 真正一个 大家可以刚才讲 Waltime 你可以知道它的实践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资源的使用率 好 那注意到呢 哪些东西跟这个Ticken 不是直接关联的 不是直接关联的话 就是说像这个User Space 那些Demon 其实它的实践 其实是透过这个系统服务来 作为系统提供这些系统服务来的 那这个东西已经包装过很多次了 那当然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像这个档案系统的处理 这个 你会注意到这些时间间隔都比较 都比较远 那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Kernel 之所以要做这个Tick 这些其实关键在于什么 时间的精细程度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呢 Tickless Kernel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一定很好奇在这个设计 事实上Tickless Kernel真的要去配置的话 其实很复杂 第一个你需要把这个RCU打开 这RCU为什么重要呢 回想一下我们在Linx核心设计讲座 所探讨的东西我们来复习一下 RCU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RCU给我们一个 给我们一个Tickless Locking 机制 所以说呢 RCU本身它是一种同步机制 但是这个机制不需要 不需要Lock 就是所以你看 Lock 不打Lock 所以它的 尽了最大的努力呢 去变什么 Lock的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 它允许什么 多个Reader 在单一的Write更新资料同时 不需要 在不需要Lock的前提 正确读取资料 听起来神奇对不对 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会有个单一的Write 然后呢 多个Reader 它有这样一个前提 所以一旦Writeer在更新资料的时候 其实这个Reader 还是这样 还是可以正确的读取到资料 重点是 不需要Lock 你说这个东西跟这个 跟这个Tickless关联在哪里 你去想一件事 回来思考 一个Writeer 单一的Writeer 所以谁要更新资料 比方说每次Tick发生 对不对 我就是要有个计时器 计时器更新时间 那所以呢 上面有不管多少程式 不管其他的什么 核心的服务 不管是来自 来自User 来自Kernel 反正不管 总之这些都是Reader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是不需要Lock 那不需要Lock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系统操作时间 是可以控制的 它是Deterministic 反过来说 如果你做任何事都需要Lock 对 你思考一下 你在生活过程中 很多事都需要Lock 比方说 虽然男性朋友 男性朋友呢 上厕所 小便走是很快的 当然有例外 我们先不管别的 就是多数的男性朋友 小便都很快 可能就是20秒 前后的时间都可以解决掉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 你要上厕所不是水 想要上就可以上了 对不对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去 尤其在公共场合 你需要做什么 你要确保说 这个小便都 你要先确保公共场合有 有厕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要确保说 这个公共场合呢 有厕所 而且它能用 再来是什么 你要 因为一定肯定有 有人要用小便 虽然男性朋友上厕所 小便可以很快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于 你有些时候 比方去参加研讨会 对不对 很多研讨会 男性朋友比较多 所以导致上厕所 虽然大家上厕所很快 但是要等待 那等待时间 往往就怎样 比你上厕所来得久 对不对 你一定有这种经验 就是 你虽然小便只要20秒以内 但是你等待 一等可能等了一分钟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这就导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如果 你的 程式 就是想像各式各样user的程式 或者科统的其他服务 在读取程式的时候 会有这种luck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样 读取出来的时间 就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因为 因为在你读到时间的那一当下 它往往这样 往往就不是 就是你看 我在某个时间要求去看时间 但是真的得到时间的时候 因为终于有luck 所以真的得到时间 可能就有一个延迟 这个延迟的时间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它还不是deterministic 如果这个延迟的时间是固定的 这没关系 我就会扣掉那个延迟的时间 但是它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好 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 这个tickless需要阿西文 就是为了这么 降低来自luck的成本 好 接下来是重头计 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把noHGD打开 好 注意到noHGD不是HGD完全消失 不是 在kno来讲 内部 还是有特定的tickrate 要去参照 只是说我参照的对象 不是这样 不是只是原本设计的HGD这个值 我们有其他的timekeeping的一个机制 总共就是一个能够去更新时间 那 接着我们介绍一些工具 所以就来讲话 有个工具 去将latens test 那这个可以去看你这个延迟时间 然后当然这个延迟时间是以什么 以timeintera为主 然后在除了在UI kernel 有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叫perp 那在Linux合力设计来讲话 我们有 有好几次的这个讲座 有讲这个perp 好 那这边来讲话 注意到这份 这份 这份简报是比较旧的东西 这份简报其实很旧的 203年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 所以就把它列出来 比方说 比方说 在目前这台硬体的主态是这样 就是说 把这个hz 去把它设定成 设定成1000 所以注意到 它的hz 这个值很大 1000 那1000的值很棒 这个棒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1000的导数是什么 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这个千分之一秒 就是什么呢 就是 minisecond 对吧 10的-6次方是microsecond 好 那这时候好玩的地方这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很好玩 比如说 在这样的一个主态下 那你会发现说 就是 每 每 5microsecond 就是 或是 或是 5microsecond 更大的时间 但是就是说 我在系统很频繁做这个content switch 比如说 什么时候会做很频繁的抗位switch呢 比方说 你可以用这个 用fork加上pipe 你思考一个情境 这个情境就是 糟糕 我只是用图片搜寻 找出一些怪怪的东西 好 比方说 你思考一个情境 这个情境像这样 比如说 我今天呢 在有 有两个process 然后呢 一个 画一个比较漂亮的图 好 就一左一右 那一左一右呢 它就是建立一个pipe 那这个 就像它中文的意思一样 它是一个 一个管线 某一种形式的通道 所以我可以让两个process 可以通过pipe 去交换资料 好 那你可以设计一个情境 就是说呢 一 P1 就是第一个时间 P1 传资料给P2 好 那P2一旦收到资料之后呢 没有 没有做任何等待 下一个呢 把这个资料 再写另外资料到P1 好 所以看到 我资料呢 从P1写资料 传到P2 P2呢 写资料传到P1 那 你就会发现它是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 所以 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其实往往就是什么 就是频繁的contact switch 再讲一次 我今天pipe 原本这个机制呢 它没有说 一定要在什么时间里做contact switch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设计很频繁这种 透过pipe去读 去写 那你刚好可以设计出一个情境 就是频繁的contact switch 好 那一旦你有频繁的contact switch 后面是就好玩了 那你就会发现说 诶 我就可以干嘛 我就可以设计一个程式 像刚才讲的这个程式 就是叫这个 latency test 那 原则上它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式 就是说 我今天去 就是一个任务触发 然后 我做特别的事情 接着我在干嘛 在 在计算 计算 我做这个动作 耗费时间 然后这个耗费时间呢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不要说那种pipe 说那种pipe 然后我很频繁的contact switch 因为这些执行的次数过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统计出来 好 那我扣掉统计出来的时间呢 其他就是什么 就是延迟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延迟的时间去做一个 做一个分析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 这延迟的时间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大部分的延迟都是相对短的 在2秒以内 注意到这是对数座标准 好 那有一次的地方是什么呢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极端值 就是你看到 这个黑色线一直到15秒都还延续着 所以你看到 我多数的时候呢 是在2秒内的延迟 我讲说不是2秒 2个microsecond的延迟 但是呢 就是有某些状况会 会有超过15的microsecond延迟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HD设定成1000的时候 好 下一个好玩 先记一下那个图形 图形就是这边有个高峰 但是呢 总会有些什么 极端状况 就是一个耗费的时间很长的 那接着呢 注意到这张图 就是说这个 上图是什么 是HD 好 那下图来讲的话呢 红色这东西是 是刚刚讲的那个HD 就是HD设定成1000的双方 好 那接着黑色这样图 黑色这个线 就很好玩了 你看 以黑色这个线来说的话呢 它的这个延迟时间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 可以看到它一个很有趣的分布 就是 反正它的这个分布时间 就很急重了 而且看起来呢 在这个 7个 microsecond的时候呢 在7个microsecond的时候呢 就收斂了 所以看 原本呢这个到10啊 10级啊 都还有这样 都还有发生 但是这个 打开ticklist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 timerinterrupt length 它去缩减 大幅缩减 就从这个 从这个上面的 10级 缩减到什么 缩减到7 7以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设计 那当然 那你还是会好奇啊 诶 请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那当然这个东西 如果你说你要真的需要 克服的话呢 其实不是从这个ticklist timer 去处理就够了 你需要另外一个机制 比方说这样 我们在 设计设计的讲座里面呢 有探讨到 看到到什么呢 到这个 即时 就是讲这个 印即时的机制 那我们就需要preendrt 所以如果说你要有一个 更符合运期的 就是更 更短的一个延迟时间的话呢 需要preendrt 那当然这个是在 另外一个讲座所涵盖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再回来探讨这个 tiglist kernel 那所以你可以再看到tiglist kernel呢 其实有机会降低 整体延迟 那因为呢 这个原理也不难懂 因为 我们整体需要的中断 其实这样 是大腹的缩减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原理其实不难懂 原本是 那每个一段时间 就要触发中断 但是呢 我在特定的情况下 注意到是特定 不是时时刻都可以把 谈点关掉 好 所以我在 特定的总统下 像idol 或者是相设中的下 我们有机会去降低 interrupt的发生 好 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设计来讲 注意到这个实践 稍微记下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 这个样子 好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这个 发生的总数的话呢 你会发现大幅的减少了 那如果说你对照看这个 注意到 再讲是这个是对数坐标左 如果你看这个对数坐标左呢 你会发现更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实它的整体的时间呢 整体的发生次数 timing tool 发生次数是这样 大幅减少对 原本像这个数量很多的 是几千 但是来讲的话 这边最高的指数也是有事实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主态来讲的话 这个什么 这个开启ticklist 跟没有开ticklist 那预设不开 而且预设那个 hz hz这个值呢 设定成一千 那另外就是开启这个 开启ticklist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理事项就差异非常多了 好 那当然呢 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 ticklist要打开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kernel 要做非常多的一个调整 因为整体时间看待 就是我们看待 看待这个实践方式就不同了 好 所以应该在画面中开始看到说 像kthread的d 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些kernelthread 然后办案说它是那个vocathread 然后 不然说它要做cpu code跟core之间的做排成啊 做一些通讯机器的这个 这个其实都有影响 因为 我们今天idle呢 很可能不是一个核的事情 可能是有很多核的事情 所以应该思考一件事 我今天有两个核嘛 那这两个核来讲的话呢 比方说我系统有四个核 但我启动的时候是启动一个核 那启动一个核呢 把发一些 就是 比方说原本其他核都是在 wait for event 就是on的来讲话 wfe wait for event 或者wait for interrupt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 透过ipi 好 inter processor interrupt 然后透过这个ipi 把其他核换行 可是呢 问题啊 其他核换行之后 做某些事情之后 它很idle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四个核 不是每个核都idle的啊 很可能是其中的吧 其中的三个核 三个核idle 就像恢复到开机的时候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每一个核呢 其实它的吧 它的这个 它的timers的数量 其实这个timers的数量 其实这样 触发的时候会不同 好 然后 接着呢 就是要去很多议题呢 就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呃 多核的 就是很大观点 我们先认识 回到我们的讲座上 好 那所以 注意到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这个tigris kernel 它对于这个 什么系统延迟 是会有影响的 而且呢 你会发现说在 不管是公路站也好啦 或者说在这种 迁入式的基石装置上呢 其实tigris呢 其实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了 那tigris另外一个名称呢 称为叫dyntick 就是dyntick dyntick dyntick 那这个dyntick的这个设计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相关的发展 好 再回顾一下看tig tig呢 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中段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什么 看这个 做一个示意 那以两个cpu core 两个cpu核的示范来看 好 那所以你可以刚才说呢 这个橘色部分是什么 橘色部分就是一个任务 它执行的这个过程 好 那执行的过程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这边至少呢 从画面中来看 你看到什么 1 2 3 4 5 发现了5次 tmintickrub 而且呢 是两个不同的核都有触发 好 所以编号0的 跟编号1的cpu核 都有触发的 中段 好 在这个画面中看到5次的中段 好 那这个中段的这个触发呢 就是 我们要 就是硬体的设定 好 然后对应到软体的话呢 我们就要对应到不同的hg值 好 所以我们就会设定不同的hg值 像100 250 1000 就是这个不同的值 那当然 如果你的处理器能力比较差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设定成100就够了 因为你没有能力 这么频繁的这个触发中段 注意到 你要在按 比较旧的硬体上 去把hg这个值设定成1000是不行的 就直接坑洞的config 就把你挡掉了 那如果说你直接去修改source code 当它想办法当它怎样 变成1000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系统呢 可能会处于一个 不能用的状态 因为 硬体就没办法设定这么高的值嘛 所以它其实 就是 就是看那个 中段的讯号源 好 那这边做一个示意图 就看起来就 看起来就很清楚 就是说呢 你看到 我们在不同hg的值设定之后 注意到这个值呢 是怎样 这个值是编译时期就要决定了 好 所以我在编译时期呢 把这个hg这个值呢 指派到核心之后呢 搭配不同的组合 上面呢是1000hz 那底下是100hz 1000hz跟100hz好像只差一个0 但是这整体来讲意义都不同了 你看我们的时间间隔里面 30个mini seconds间隔内 如果你hg自己设定成100的话呢 你看到什么 只有触发 触发3次 但是呢 你如果对应到上面那张图呢 触发的次数可多了 对不对 从3次呢 变成什么 变成30次 就差了10倍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视觉上的 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好 所以如果呢 你这个tick 就是我们这个tick呢 是对应到 你的这个 对应到这个timeinterrupt 那所以你比如说 我这一次发生time的中断 这次有发生time的中断 这次也有 那所以如果说 我每次发生中断的时候呢 我去决定要不要 决定要排成 找出下个任务 那肯定来讲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找出下个任务 肯定的嘛 是在这里 或者更之后才会这样 真的排 这才有机会排到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tick rate 够高的时候呢 就很有趣啦 所以我在这个 这个时间排成 那我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你看 我回应的这个 回应的时间大幅的缩减 所以 高的一个tick rate 有机会去提升什么 去提升这个 这个反应的 缩减反应的时间 让整个整体的这个系统反应变得更好 但是呢 当然它复兽代价是很大的 就是我处理的timing tool 显然要花时间的 原本你看 在30min second来讲 我只要花三次的 三次的时间 三次的这个 就是处理三个中断 所以它耗费时间 就是比方说三十个t 但是呢你要变得 从三次变得三十 知道吗 这个这个 从三个t变得三十个t 对不对 这显然是很大的时间差距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讲noHg呢 就想到这样 让系统不要 总是处于这样 平凡的什么 平凡的这个 中断触发 以及中断的处理 而去降低什么 降低这个 降低这个 看起来没有必要的部分 那如果呢 你的tick rate相对低的话呢 比方设计是100 甚至说 10 你没有那么低可以测 就是100 然后或者是250 相对比较低的这个tick rate 那你的好处呢 我再讲一下它的好处 所以好处来讲的话呢 其实用我做一件事 没有被打断的这个机会 就大幅缩减 所以我整体的速度呢 其实这样 其实是可以提升的 那相对来讲 如果你的这个tick rate拉高的话呢 那这个任务呢 从排成到值起呢 这延迟时间可以可以 有机会是可以缩短的 好 最大我们讲的是有机会 因为要让任务延迟的那个因素很多的好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说 当你这个tick rate拉高的时候呢 我整体不管是从timer 或者从排成 它的什么精细程度 这个都可以提高 那当然我们这个有效的这个CPU时间的这个统计值 或者它的一些数值处理 当然这样 它就变得更更精准 好 那接着我们讲个东西呢 叫HRT HRT呢 的全名叫什么 叫High Resolution Timer 就是高精准度的timers 这个High Resolution Timer 这个很有趣啊 就是 它的这个处理呢 对于这个Io呢 其实会有些冲击 好 先记这个结论 等一下我们再探讨更细致的时候 你会知道 好 那所以这个tick的用意呢 就是什么 就是time keeping 就是去记录啊 去追踪这些时间 好 那在这个术语上呢 有很多好 就这样的 像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就讲more time 就是一个整体的时间 好 那再来是有一个东西叫X time 好 那对应到这个 对应到它的这个API呢 好 就是对应到那个 kernel API呢 我们称为叫做get time a day 好 就是可以去找时间 然后再来是我们会讲的东西叫Gifis 这个Gifis 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Gifis的这个 来源是不可考 但是 你可以知道如果它是一个相对的时间 就是它是 你想让我今天有个计时器 或者像你的手表 或者你的马表 好 你看到一个马表 你不要再去跑马拉松 你带这个马表呢 你可以 一开 开跑的时候你就按下去 就可以跑 然后你说就可以看到 欸 一分一秒的 这个时间就 一秒过去了 那你的马表呢 只要怎样 只要能够继续的去记时间 那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回推出 目前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的时间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那我们还有一些 一系列的这个资料结构 这个网友来探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一样呢还是那个中段触发 好 但是呢我们在中段触发的时候呢 每次触发呢 我就把这个J加1 好 所以一开始如果是Gifis 那就是 再触发一次中段的Gifis加1 好 同时就是Gifis加2 好 然后Gifis跟Gifis之间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 设定 做某些动作 好 比方说我在这个时间间隔 好 注意点我们讲的是间隔 好 因为 中段触发的是 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 好 所以中间不管哪个间隔 其实我们是分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每个间隔 是这么大 好 所以我这个有效的解析度呢 是这么大 好 那总之我在这个 这个Gifis 这个时间间隔 它对应的时间间隔呢 我做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说我要在Gifis加2的时候呢 做某件事 好 所以看到 我就在这个Gifis 对应的时间间隔里面 去设定time对应的动作 好 就让你去设定个闹钟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大家都很有影响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要赖床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为什么赖床 就是因为你觉得 你觉得你早上7点半起了来 对不对 但是后来发现 天哪太痛苦了 我昨天宿醉 我昨天看电视看太晚 我昨天就是贪管 好 那总之呢 你7点半的时候呢 你的手机响起来 可是你就是想睡觉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设定说 哇 重新设定 8点的时候把它叫起来 好 那这个系统呢 就1分1秒过 8点的时候呢 闹钟再次响起 好 即7点半之后呢 再次响起 所以这个它的对应呢 就是7点半 这是7点45 这是8点 8点的时候闹钟再响一次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在 在 在 Kernel的API 跟 对应的User的行为 多半都有这样设计 一个 一个这样的Timer 那 这部分呢 其实它也只有标准 所以这个 这有个东西我们称为叫Posits Posits CPU Timer 好 顾问是就是什么 就是我一大堆这个Timer 可以设定时间的啊 我可以知道 时间的那个 范围 还有一些 必要的一个资讯 那除了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CPU Time 注意到每一个核 其他看到时间会懂 在这个多核的设计来讲 会有个Local Timer 还会有个Global Timer 那Local Timer 顾问是就是每个 每个CPU Core 自己看到的Timer 然后你可能会有个整体一个 相对进程度 没那么高的一个Timer 那这是一个 独立在每个Core 之外 那 我们这排程 尤其说像我们之前在探讨这个 探讨 像Pre-RT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像Dayline Schedule 那我们讲到Dayline Schedule 的时候呢 会讲到一个Bandwidth的观念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系统资源 有个很重要的资源 就是时间 那假设我今天有A跟B 两个重要任务 那这两个重要任务呢 假设它优先群是一样的 那我们应该可以确保 A跟B这两个重要任务 它的各占用的频宽 就是这个我系统资源的使用 就是想像它一个大水管 那应该各自 因为两个优先群是一致的嘛 所以这两个任务呢 它是优先群一样 而且都很重要的话呢 那应该各自就要可以占百至五十 那这个百分之五十怎么来 很显然这样 也要参照到这个时间 那参照这个时间呢 你才有办法去评估它的这个failness 那当然我们在这讲这个 林子核定设计讲座 也有讲到什么 也有讲到排层 排层不是指挑选任务 要考虑到每个任务的什么延迟时间 考虑到它的公屏 考虑到每个不同的CPU核的那些交互的影响 这东西要考虑的 好 那当然这个工程中 你RCU就是非常重要的机制 对不对 因为RCU关键在什么 它允许多个reader 在单一的writer跟其资料的同时 不需要lock 所以因为部部有没有lock 所以这样的东西我就称呼 叫lock list 那这样的lock list 确保同步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以降低什么 non-deterministic 这些行为 好 那这个tick的代价是很惊人的 比方说你看 橘色部分是有任务在做的 那这个浅绿色的地方是idol 所以不管目前的任务有没有在执行 就是目前任务有在执行 看起来是前景 那你在业任务没有执行的时候 就是跑到背景 不是背景 它没有在执行 然后就可能切完到其他任务 如果现在就休眠了 好那总之呢 即便是休眠 在目前设计来讲很有趣 就是呢 我这个idol系统处于idol状况 我原本想要执行的任务呢 它没有在执行的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time in the top 还是要这样 还是要出发的 好那当然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必要的什么 没有必要的能源消耗 所以你在思考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没有必要的能源消耗去掉 好 所以在2.6.21 注意到这个东西很久了 相对久了 在2007年就什么 因为叫dientix idol tick 关闭掉 思议图就像这样 好那就是说呢 我这个一旦呢 我知道什么 知道它进入这个idol 好那我就会把中间这个台并关掉 好直到呢 要重新回来 重新回到什么 要重新任务 要重新执行 台并都要再次这样 再次有效 好 所以它整个对应的情维就是 在我这个tick noHgidol enter到exit 这过程中呢 不会有其他的timing tool 不会有这个相对应的timing tool 发生 那 注意到呢 这个dientix呢 它重点是什么 动态的tick 它不是tick tick free tick free 关键是什么 是不再受tick的影响 注意到 这个dientix不是这个东西 dientix idol 是消除中间 这个tick free 这个tick free tick free tick free 但是呢不代表说 这个tick free 周期系的timing tool 不需要发生 注意到这两码的事 好 然后呢 呃 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很有趣 就是 在什么领域很重要 在hpc 所以你发现说这个server 这个server呢 会很在意欲望什么 因为我让 呃 有机会让这个bembers提高 也就是 来说我今天系统做一个重要的任务 好 我们在高效能的程式 高效能的运算来讲 往往任务呢 一个 一个 机器上它的任务呢 可能就固定数量 好 而且很可能就其中某个任务 好 比方说是一个 一个计算DNA序列 好 去分析整个人类基因 像这样的运算量是很大的 然后过程中我们不希望被打断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做tickets 那你会降低着相关的干扰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 realtime 所以我们讲realtime 跟realtime realtime 是两码的事 realtime在意的地方是throughput 那realtime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determinism 也就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 我从排程到真正執行 也许它中间会有延迟 但是呢 我们延迟不应该怎样 不应该是忽久 忽快忽慢 这不是我们要的这个机制 所以为什么这个 降低lens 对这个realtime很有帮助 一旦我们可以降低lens 我导致什么 重要的任务呢 就可以有机会在最对的时间 排程之后执行 这个队伍提升整体的determinism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前面讲的东西叫什么呢 回想要更多东西 叫什么 在2.6.2亿的时代呢 叫dine tick idle 这是2.6.2亿 然后呢在这个3.10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fulldine tick 就是说它 动态的去改变这个tick 这个机制呢 不是只有idle 更多时候可以发生 注意到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这个fulldine tick出现之后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基本上对于什么 对于这个前面讲 讲的伺服器 高效能伺服器 还有这个realtime领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好 但是呢这件事呢 也有后语症 就是说呢 整个系统的这个时间管理 就变得很复杂 所以你会看到说 在这个系统玩讲话呢 其实本质上 你要考虑到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层次 在user space呢 你看到一个是叫u time 然后在这个clone space 看到一个系统时间的s time 然后呢 过程中呢 不同的时间间隔呢 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切割方式 所以比方说 哈达Ia Cura SofIa 之前我们在讲这个 Linux恒定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有讲到什么 我们有讲到中段处理 那这个东西 也是要特别去思量的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做tick list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像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再记一下 s time 表示什么 clone space u time 是user 所以可以看到说来讲话呢 这个 这个系统时间怎么看呢 本质上还是要看周期型的分物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 比如说这个s time 我要把它递乘1 同理我在这个东西 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递乘1 好 然后 然后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看这个 这个是在 呃 这边是 cernal space的时间 所以记一下 这橘色是cernal space的时间 我这边可以地震时间 然后呢 在这个蓝色的地方呢 还是到user space 好 那我就tack在user space 我去 去地震 那所以你看哦 这边呢 还是周期型的任务 好 但是呢 它地震的值不同 好 就是因爲什麽 因为VRG记录 花在系统时间是多少 花在坑的时间是多少 好 所以大概知道 你在执行那个 一个任务的时候呢 好 它会分什麽 会分不同的这个s time 对 好 比方说那个 比方说我们做一件事 叫做 好 ls 好 那你用timels 好 然后你会看到说 其实我看得出什麽 看得出user 跟系统 为什麽分得出来呢 因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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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就是不同的时间嘛 好 那所以你看到 time and interrupt 照样发生 但是它对应的什麽 代应的accounting timekeeping 是怎麽样 是不同的 所以注意到 我们CPU time 要考虑到不同的核 甚至不知道什麽 不同的状态 所以其实会不同的更新 所以刚才做那个实验呢 其实就是什麽 很显然 客们内部一定的机制 就是分别告诉我们 系统时间 使用者承接时间 好 那一旦呢 这个Fordynetix 引入之后呢 整个系统会变得很复杂 不是只是看 idle的进入跟idle的离开 好 不是那麽单纯 其他人要看什麽 系统呼叫进入时间 离开时间 例外处理进入 离开 irq进入 离开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示意图呢 变得有 有点复杂了 再回去感想 原本是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周期行为发生中断 time and interrupt 然后呢 注意到这边还是讲单核的 好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 很好玩的 就是我先把这麽 就是我在这个 kernel space 要切完user space的时候 我先把这麽 我把这个 我目前时间存起来 就是目前这个值记录下来 好 那接着呢 在user space做特定的事情 然后接着要返回到什麽 返回到这个kernel space 那接着我们该做什麽呢 就把这个时间 把目前时间存起来 然后重新做特定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 再接着呢 要 要从kernel space 返回到user space的时候呢 好 再把这个时间把它调回来 注意到这个时间差 好 就记录一个 把这样的一个 把这样的一个时间 再做一个 就是去变化它的时间 好 那所以呢 我在user跟kernel的 各自的s time 跟u time 那就会呢 会有 会有去追踪它的一个 耗费时间 然后 呃 当然这显然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 但是有益的地方在什麽呢 我们就不是那麽依赖中间的时间了 好 我们不是每一次都靠这个taminura 去调时间 而是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 u time 跟s time 各自的一个时间差 好 所以你会去实时靠一下 一个间隔 接着这个范围的一个间隔 好 那这样的机制的很有意思啊 就是 呃 那请问中间过程中呢 我需要需要什麽机制呢 好 你大概猜得出来啊 我需要一个对应的rcu 好 好 然后 然后 接着我们来讲一个好玩东西 就是讲这个rcu 好 所以你 你会发现说rcu的设计 跟time的设计 是有非常大的关联 好 尤其是前面讲那个那个 rcu daintec 好 那rcu daintec的那个设计 呃 存在之后呢 其实你再回去看了rcu 你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我们再从你思考下 rcu的目标是什麽 是做到tickless 就是说我基本上呢 我 不是tickless luckless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去 luckless 或是luckfree 我希望做这些同步的时候呢 不需要仰赖这麽多的这个 这麽多的luck 但是呢 可以确保这个一致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本身的状态很重要 你想啊 我今天有一个writer 但是有很多的不同reader 所以呢 对于reader来讲呢 我要知道 我在什麽时间里该read 在什麽时间里呢 我知道 我读的资料呢 其实有可能是错的 我可能需要重新更新 好 那像这样的资讯呢 其实在不同的核 其实都有不同的这个行为 所以你看哦 在这个 在这边来讲话 西部自有没有 你看从这个时间里 卡拉斯到这边来 好 就是他这个 有个东西叫Grace Peer 就像你去租车子 你租车子的时候呢 比方说你租了12个小时的车 是 机车嘛 比方说你到那个台南 然后到处吃到处玩 但是呢 你会发现有时候呢 你租了12个小时车 你可能很难准时的回来 为什么 因为台南很多小白 小白 那个叫什么 三宝 往车上路各式各样三宝 然后台南其实还蛮容易塞车的 不用发生车祸就很容易塞车 而且塞车理由跟台北塞车理由不同 反正难理解的 台南一天到晚什么庙会活动 多了跟什么鬼一样 我已经搞不懂 为什么 那总停止抱怨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租车子你说是12个小时 但是12个小时多5分钟 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接受 12个小时多10分钟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12个小时多60分钟 可不可以接受 不行啊对吧 老板那个租车行的老板就生气 对吧 多算一小时 你说那12个小时就10 120分钟会发生事 继续给收钱 是不是可能要怎样 要肯拿发钱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grace period是什么 你对于处理资料 处理特定的这个操作 你容许的时间 所以比方说我这个 我去计算我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去计算我的这个什么grace period 那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拿到资料了 所以我这个可以结束了 好那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时间差 这边的时间跟这边时间 都是他在读取段的什么 critical section 但是呢我们今天可能想办法抽开 但是还是会有打架的时候 注意到像这个 像这个critical section 这一个这一段 跟这边上一段 是会打架的 同理这一段 这一段呢其实是这样 才是会打架的 但是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说呢 我们过程中呢 我们让需要luck的机会 大幅的缩减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我不需要所有的CP都去 就算来读取 我不需要所有的都去luck 所以其实只有在特定的那个时间 你真的有重叠的地方 其实是相对短 是短的 好那所以我们的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再说 见缝插针的机会 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 见缝插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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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什么 以及这个区 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呢 有没有可能呢 在这些特别需要处理时间的 就是这个地方起来是需要的资源 那有没有可能在它其他地方呢 我们把系统的这个地方 就是切换到ticklist的模式 是不是有可能 好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来讲话呢 我们就可以对应到 以资料读取来讲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来讲 我们都会认为什么 是这个idle 而且在这之前 其实你看除了这个时间以外 大家都有东西的 在这个时间以前呢 其实有些机会就有这样 有机会就idle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很有趣 就是让我们有机会 让idle的这个什么 idle这个 机会增加了 好 那所以 以这个设计来讲的话呢 甚至讲 我可以让某一个core 如果它这个没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操作的时候呢 直接进入整个进入idle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当你把这个tickless 好 或者所谓dientick 打开好 就tickless跟这个rcu的设计都开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发现每个cpu core 好 实际的这个timeinterrupt总量其实不同 所以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用那个 去那个像那个什么 就是pr linux的pocinterrupt 如果去看这个 看这个数值的话 就是 写错了poc 如果去看这里面的数值的话呢 你会发现 去的现象 好 比方说你穿不同的盒 不同的盒 好 比方说这是一个示意 所以你看 你看 从这个画面中来讲的话 我有两个cpu core 对不对 一个叫cp0 一个cpu1 好 那这个东西好玩 比方什么呢 你看第一个是什么 timers 所以你看这个timers的总量 其实是有作差的 对不对 就是显然这个什么 在这个timers 几乎都发生在什么 cpu0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cpu呢 其实它没有timers 好 那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中段的处理 把它限制在某一个cpu core 发生 好 那同理呢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案例 比方说这个案例是 就是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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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type 1 这个数量 数量会不同 好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其实你大概知道 为什么会有 会有 要解释这个状况发生 其实你要从好多层面去看 好 第一个呢就跟什么 跟ticks的开启 然后再来是跟rcu的行为 好 是有很大的观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4-9-ticks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 跟这个rcu 跟他的这个什么 跟他的这个 能够 能够 不用受到 不用凡事都看这个tick 好 就是说呢 我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进入idol 好 那 当然这个过程中呢 要管事情很多 就是说 原则上的 你要 要处理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自己去管理这个pand keeping 然后 然后而且你可能时间要重算 注意到 这个图没有画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可能时间要重算 那你可以去查阅这个 你可以去找 单tick 然后在youtube上找 那你可以看到 几个相关演讲 讲这些议题 那注意到 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们中间一些 当我们把timers的时间关掉的时候呢 我们 记录的时间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 相对时间 所以 虽然 gifis 就是gifis 还会跳 但是 他的这个s time 也好 跟u time 其实都是用那个 相对 去计算出来的 那个时间差 那这个东西 在我们tick 重新开启之后呢 又要重新的 要重新去 调整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先用一点概念 振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回来看这些细节 好 第一个要看的细节叫做 gifis 那这个gifis 这个词呢 就是 已经很难很难知道 知道来源 然后 在英文来讲会有谚语 比方说像这个in a gifing 那这个 据说是来自18世纪的英格兰 那如果说在这个电脑工程来讲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去 去记录 记录 记录什么 就是 就是 我们会有个那些周期性的那个 周期性的那个timing 或者是一些相对的硬体 所以我触发中断 或者某些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只要它是周期性 那我就这样 就是 周期跟 就是 在这个 事件的 两边的件 然后 我就去 称为这件事 叫做gifis 就比方说像这个 ac ac的这个 ac的这个cycle 就是它的一种周期 那我们就称为叫做gifis 好 那当然它的复数型呢 就是gifis 好 那我们刚才也提过来 就是说这个 gifis 这个设定 就是把 gifis 这些谈名的run 还有什么 跟这个 跟 智能词实践做一个对应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 这边有一个hdtiming 好 然后再次 相关的一个计算 好 如果说我今天要 从这个什么 我如果要去从一个 从gifis 去回推说它的那个时间 那我可以做什么是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时间 就是你经过的时间 用秒数来算的话呢 你得把它乘上这个hz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要反过来 对不对 就把gifis拿去 你除这个hz 那就可以知道什么 你耗费的时间 好 那比方说呢 这边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 这边的一个示意 好 就往地加在空白 好 这比方说你这个 上一弄的这个timestamp 那你就叫gifis 好 然后如果你下次 下次的这个tick 好 就是下一次发射码 就是下一个中断码 好 那就加1 然后 那当然你可以设定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 好 把这个字改一下 好 所以我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这样的想法 其实很 它其实很单纯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 有趣的东西 往往都是在事物的 不是那么表面的地方 好 好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懂 其实你要去算 就说 你知道你可以设定一个 设定一个时间 好 那就继续看 然后呢 这个东西好玩 另外要是什么 注意到里面的none none这个东西 unsidenone unsidenone这个东西 好玩就要在哪里呢 就是在不同的架构有不同的宽度 好 所以unsidenone的话 在这个 三十二位的宽度对不对 三十二位的架构是三十二位 好 六十四位的东西呢 就很好了 对不对 六十四位的架构呢 就是 六十四位的架构呢 六十四位元 那听起来像废话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它的 它的范围是不同的 好 所以呢 如果 你 tickrate设定成 一百 好 HZ 而且呢 我的这个gfix 它的宽度呢 是什么 三十二位的宽度的话呢 好 那你很快呢 就是 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 offlow 因为毕竟这个 unsidenone它有一个宽度限制 所以这个 如果unsidenone是三十二位的话 那 这个offlow会发生在四百九十七天 这还好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HZ呢 提高到这一千的时候呢 这个offlow会发生在四十四九点七天 那所以这个显然是什么 这显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就是你的系统要开机开四百九十七天 可能还好 你的机器可能中间就存在一起了 但是连续开机开四十九天 其实不要说伺服器 连你的电脑都做得到 连你的桌上级电脑都做得到 所以注意到呢 因为用三十二比特来做表示呢 其实很容易到什么 offlow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很多架构呢 其实很多东西还是三十二元的 不管是旧的硬体 或者说为了要考虑到这个 储存的效率 所以有很多还是用这个三十二元去处理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一个 课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GVS60 不明是识意这个 就是六十四维的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 它就是由三十二元加三十二元去处理 那所以原本去思考三十二元的三十二元的GVS 然后再搭配高位的三十二元 所以你会用一个 所以原本用的GVS是得到第一位的三十二元 然后你用GVS60 就可以到完全六十四元 然后它用法大概像这样 就是 然后我就设定一个Timeout的时间 就目前的时间加上什么 将HG除二 好 所以你就会得到 得到它的什么 就是Timeout的时间 就是 目前这个只是GVS 那你去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HG除二 HG除二排列这个东西 对吧 对 我今天时间 好 所以我除二就是什么 就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写的是什么 0.5 就这个计算式 好 然后你看我今天做某些事 然后看我这个子行有没有超过的 超过这个时间 好 如果没有超过时间 OK 反过来说如果说你做了这个Time 是什么 目前的GVS大于这个Timeout了 然后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已经超时了 那超时之后呢 你会做一些警告 好 比方说你就去思考一件事 像这个 像一个东西叫塗胶机 工具机 塗 塗胶机 哎 不是这个字 不是这个字 是下面那个 塗胶机 那塗胶机是什么呢 这东西也是有点学问 给大家看一下 你没想过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 找一个漂亮的图 塗胶机 好 这样 所以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往往往往往在日常生活中里面很多时候需要 呃 包装嘛 对 你想嘛就是那个 你吃了饼干啊对 你吃饼干 为什么它可以 它可以有封口 就是 为什么我们用力把 比如说热饰啊 或者洋芋片啊 这一系列东西 你这样抓着 然后想办法拉开 它就会 它就会 这个包装就开 为什么 因为中间其实也需要一个 一个东西 要塗胶机 那塗胶机的东西很多啦 不是塗这些包装物而已 真的可以塗什么 螺丝钉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 那所以塗胶机 顾名是就是这个胶 那这个东西呢 难在哪里 难在说这个胶呢 先不管它的材料 我们先不管 我们这个化学工业很厉害 先不管这个材料 但是你看 我在塗胶 塗这个胶 我一定要拿那个机械手臂 在某个戒指上 在某个戒指上 比如说一个 一个柄上面 我要干嘛 移动 而且这个移动呢 肯定要什么 肯定要均匀的移动 才会均匀的塗胶 如果你再某一点 停留太久 这个胶就会太多 那一旦压下去的时候 这个胶的胶就会 那种状况 所以就不太可能这样 均匀湿地就可以拉开 所以注意 那个热饰 这种洋芋片 其实哪里就能在那包装 对不对 你想这个很多人买这个是来买什么 空气 对不对 你买了空气之后 当然就是有些人就喜欢买空气 像我老婆就喜欢买空气 那总之买了空气之后 这个洋芋片把它拉开 对不对 这个拉开的是好玩 因为你塗胶必须要这样 必须要均匀的土 如果你没有均匀的土 你拉开就没办法这样子整个这样 这样散开来 好 那这个东西跟超时没关系 你去重新思考 我移动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算得出来 我均匀的移动 均匀的移动 我一定可以算得出它耗费时间 反过来说 如果 最后我们比对 旧的GPS 跟新的GPS 去比对 发生什么 数值不一样 肯定就是 延误了 注意到 这种东西它不会提前的 这是塗胶 因为它是从左边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右边 拉到右边的时候才收工 所以注意到 这种东西是不会提前的 但是它会有可能延迟 假如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卡住 或者某一个时间点 可能系统有一些什么任务排程 或中断发生 不然办法是 我从左边 拉到右边 收工 如果超时 这一批的塗胶 可能就这样 是错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 Embedded Linus Conference 这一样也是 这个Linus基金会 举办的 举办的这个 研讨会 那里面有没有非常有趣的token 这个token 是在去年 ELCE 这个1 这个1就表示什么 表示欧洲 那这个是这个 Honor 那Honor 目前是Linaro 这个很重要的kernel开发者 那我们知道在Linus kernel的贡献者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来自Linaro 那Linaro在对整个open source的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从这个token 从这个kernel 甚至还一些应用层级的一些就是应用程式或者Library 其实是冲击很大 然后这个Honor 他就在讲一个token有趣 讲什么 19年后 注意到 这是 2018年 他讲19年后 那就可以思考了 2018年的19年后 是什么概念呢 2018加上19 2037 2037 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有趣 你可以听过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2038 这种东西好像听起来好像是噩梦 对不对 2038问题 这个有趣 2038问题是这样 就是 还记得刚才不是讲offroll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简单说呢 在unis 或是unislike 类似unis作业系统来讲话 他的时间都是从197年开始记 那如果你的timers 就是你的gfix 就是时间的变革 是用30万元去表示的话 那会发生offroll的时间点 会是什么时候呢 会在2038年的1月19号发生offroll 所以注意到 这场演讲好玩的地方 他就讲说呢 如果真的发生2038年 那其实我们人类只剩下19年的时间 可以去准备 听起来那边坑恐怖 对不对 好像下一个世界目对不对 还记得以前的东西叫什么 Y2K 对不对 还记得Y2K的问题吧 不是第一个Y2K 14个Y2K Y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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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以前写程式 上个世纪写程式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省时省力 所以有时候没有想太多事情 比如说2000年就写成00 1998年就写着98 那前面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可是你看到1998写成98 1999写成99 那请问00代表是2000年还是1900年 这很难讲 很多系统其实都需要两种事情存在对 像这位家做人口普查 两个东西都存在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探讨 好我们来继续探讨 好就是刚才在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2038年这个问题 那2038年这个问题就主要是来自 来自这个 我们Counter 这Counter的数值 这个数值好玩就在于说呢 针对三色位的作业系统 你看这个其实冲击是很大的 你看这个融线到完 所以我们今天去记录一个数值的时候 是用这种方式去记录嘛 所以我们一直 这个数值一直加加加加加 对 好那 所以距离这个 像Y2K一样 绕回来 所以这个 这个绕回来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 叫做 read around 绕回 那这个 像这个东西 我们分不出1990 跟2000 当然那个其他东西也分不出来 所以 1800 诸谁这也分不出来 那所以 以Y2K的时候呢 解法很简单 也不简单 就是 绝对不是把两位数 变成四位数就是解法的嘛 我们要担心的不是那个 9999这个爆调 不是 而是 两位数变成四位数 请问你的程式码 要怎么扩充 很多时候它是没有sauce code 所以Y2K 当年要解决的 在什么 编音器的 就是很多程式码 连sauce code都没有 或是它根本没有 所谓的sauce code 在以前的电脑很多时候 就直接用什么 直接用machine code去写的 所以它没有真正的sauce code 它改不动 或者说 就算有sauce code呢 要能够从sauce code 变成最终的binary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 就像早年那个cobo 什么鬼的 好 所以你看 这个其实你看 这个坏习惯是从什么来的 cobo基层那个 因为毕竟当时 很多时候写的 是没有想那么复杂 对多数的程式设计者 他们不认为 自己写的软体 会被用好几年 天啊 这什么事件 但是它发生了 好 那 2038年是一个更经典的 因为它的经典地方 不在于说 32元作为系统 可以活多久 不是那么简单 好 这个 像这个东西很有趣 因为在 系统设计者 他可能没有想到什么事 他可能没有想到说 我用的这个数字范围 用30元可能不够 所以比方说像这种 比特币的里面 那个时间戳记 其实他在 2016年了也会遇到什么 因为前面讲的这个 Rable Run 就是会 会绕回来的问题 然后 所以呢 其实比 Y2K更可怕的东西 是2038 因为毕竟 会遇到 Y2K的程式 往往是 比较固定 我们人类知道是哪些 但是呢 2038的问题 很尴尬 我们甚至不晓得会在哪里出现 不是说比较旧的系统就不会遇到 不是 假的 不是比较新的系统就不会遇到 就很难说 然后 如果你直接把Party的时间 改到什么 改到这个 改成64万元 会破坏 二进会相同性 所以你往往会有些冲击 然后 所以呢 这个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其实 你可以看到 在画面来讲的话 直到2006年 还是有很多系统 它是属于30万元 然后这些东西 有可能 一直到今天还不再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Token 很值得去思考的原因 因为它就是现在式 好 那先来看一下 这个有个东西叫Py底线T 只要有一个形态是底线T 依据Unit 或是更正确的说法是Party 依据Party的风格 它就是什么 就是透过Type Define 所以 Time底线T的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Lone的形态 只是我们给它一个 更好的记忆的方式 好 所以在这个 Time的这个 时间跟时间的间隔 它其实就是Lone的数值的变化 好 所以我这边有个起始点 起始点就叫做零 这个零就对应到1970年的1月1号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是1970 为什么呢 很有趣 因为Unit的第一版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就是在1970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是Unit的第一版的时间 当然 发布的时间 那当然 发布的时间不会是1月1号 就是 但是可能是1970年的某一个时间点 好 那总之就是Unit的开发者 选用Unit 用1970年做一段时间的开始 好 好 那如果呢 你这个 你用SensorBit的Timer 来继续计算的话 就会有个好玩事情 就是说 会在2038的1月19号 这个时间 3点14分的07 遇到什么事 遇到 Web run 好 那当然你说 这个解法呢 把它改成64 就解了 把它变成long 变成long 然后变成64bit 那这个时间就拖到这么长 那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就是 这个 注意到 这个时间从2038 变成这个时间 不是只是 差一点 你自己想一下这个数字有多长 所以这个人类要遇到这个时间 已经很晚了 好 但是呢 这件事不是 要改就可以改的 很多时候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光是用这个long 去表达这个数 光是用32位的long 去表达这个 表达这个什么 表达这个数字呢 其实就是 就是存在的东西 好 所以很可能 像你看 这个像这个 像乐高的游戏 对不对 这个游戏 这些玩具呢 做得还不错 所以也许呢 在20年后还可以运作 然后 那这 这是玩具 丢就算了 那你们想过这工程 对不对 像刚才讲的涂交机 这涂交机呢 它可能用个10年20年 可能都还是有用 麻烦那样是什么 在设计的当下没有管 2038的问题 好 你说车子 欸 车子开个20年 是有了 像我家的车子 也是开了将近30年 所以想想 当时的软体 在3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 太可怕 然后 这是更可怕的事情 这是什么呢 这是核电厂 事实上的核电厂 还弄这个PDP-11 对 不要怀疑 就是当年那个 当年那个 Kent Thompson跟Denis Leach 开发Unis 用的那个机器 所以你看 连Denis Leach 都离开人世了 跟我们永久的隔离了 但是你可以让PDP 还是在运作 因为核电厂 那个时代 1970代 80代设计的核电厂 还跑PDP的城市 所以 这有个对应的新闻有趣 就是有人发现了 就是前几年有人发现说 在这个论坛上张贴什么 某一家公司说 我们还需要这个 会写PDP-11 城市的开发 软体工程师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城市 是核电厂的城市 要有人去维护 但是那里面都是用PDP-11 的组绘用开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有个这样的讯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要让软体能够运作 其实很有趣 其实很多软体 它就会活得很久 再回讲一下 从这些大型机具 车子 甚至到核电厂 它的服役时间 往往是一言再言 对不对 以台湾来说 台湾的核一厂 核二厂 核三厂 很可能都会被 大幅地延长它的使用远线 其实已经发生了 所以你想 里面软体要改更新怎么办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的2038年问题 它不是一个小事情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而且改起来要考虑到很多的相同性 该起来要考虑到没有原始程式码 甚至系统不允许 全面的停机 全面的停换 这可能是一个渐进式的做法 好 好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 30欧元的这个User Space 其实有很多 其实存在 像这个 呃 那个 那个什么 Lesbian 那Lesbian就是跑在树莓牌上面的 这个Debian 那它就是针对这个 30欧元的那个硬体 就当时Unvi 6是30欧元 然后更麻烦的那样是什么呢 更麻烦的那样是 不是只是time 底线T那个东西 跟 就是很多东西都跟time 底线T有关 像Nemo Protocol 对不对 我每个 都要对应的这个time statement 那其实它也是用嘛 32欧元的这个 数值就表示 除了这以外呢 在这个 檔案系统上 也跟这个有关 为什么呢 檔案系统上面time statement 就是这样 标注说 上一次修改 檔案上一次修改的时间 檔案上一次存取的时间 檔案上一次 变更的时间 这些东西都是要记录 而且尴尬的地方是 这些这个 这些资料都是放在disk 所以注意到 你现在有个词点 其实它的time statement 还是什么 还是三色语言去表达 所以也就是说 在2038年之后 有可能遇到level wrong 那同理 在这个UTMP 或是CPIO 在很多 檔案的格式的设定 其实他一直用三色语言 其实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上个世纪 人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到那么议题 毕竟这个 这跟Y2K的问题不太一样 Y2K其实相对来讲的话 很多开发者都会注意到 但是2038年 在很多思维是很难思考的 他不是在写程式的当下 而且可能是在什么 格式的制定 而且格式他就写死了 就像这个 像这个 iNode 这个time statement 就写死了 我就留下 4个byte的空间 所以就是三色语言去表达 那你以为这样的结束 没有 包含说是什么硬体 任体 然后或者说是什么 Stigacity 或者是网路卡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些影响是很全面的 它不是只是把CPU换掉 其他相关的周边 或是相关的一些档案系统 档案格式 其实都要去处理 所以在这个 Ninx kernel已经有一系列变更 注意到这个tom的标准叫什么 人们还有19年的时间 所以事实上 这个有志之士 就已经一系列动手了 所以你看到说 像这个什么 核心内部的timekeeping 就是强制从这个32位元 切完了64位 不管以下CPU架构是多少 然后在什么 在档案系统内部的那些资讯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也在变更 那系统物件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系统物件为什么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因为底下的就是 原本user space叫timeT timeT 那这个 这个可能的ktimeT 然后就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 变成要用精准的 用64位元是可以处理的 然后timeT 要变成time64T 好 那同理就是timeSpec 然后变成timeSpec64 为什么不能直接改这些 内部的结构呢 为什么结构不能直接改 因为结构如果改了 应用成就不相同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因为 在西元的结构 他决定了 最终 二进位格式 二进位的执行党 就是在执行时期 二进位观点也看到失误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个 把typeDefine把它换掉 不能这么单纯 所以注意到 这个 虽然它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 那个typeDefine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吧 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 要考虑到什么 相容性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需要对应的新的结构 好 然后 包含说像这个IOCTL IO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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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时间宽度 是不同的 所以 所以就是 对你来讲的话就是 像这边来讲的话有什么 这边来讲的话 这边就会有几个 Timeball 那这个 这个来讲的话 不记得吧 这东西就要换成什么 换成TimeSpec 64 才够储存 所以 像刚刚那代程式码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要做一些调整 至于它变更的地方 变更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像这个宽度 像这边来讲的话 它对IDOL的期待是什么 是32元的宽度 就记录它IDOL time的时间 但是我们就要 为了向下相容就要什么 IDOL time 32 好 然后呢 在额外去处理什么 处理这个 因为要向下相容嘛 所以 这边有32的 这边有64的 因为这个 就跟硬体沟通 硬体本身是 它的格式是固定的 就是它那个 范围空间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必要调整 那 所以甚至呢 对应的那个什么 TimeStamp 这也要 也会有个问题 这个像这个数字 特别去处理 特别去处理 所以比方说在30位元的架构呢 就是我会有个 把它标注成什么 旧的TimeStamp 然后相对来讲 你就会有新的TimeStamp 而且这件事呢 还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Data Model 我们知道在64位元来讲话 64位元的Data Model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Data Model呢 难在哪里呢 难在想的事情可多了 好 来看一下 要想什么事情呢 直接看Data Model Data Model 好 那这边来讲话 要分不同的Data Model 在64位元的架构呢 会复杂 有LP64 LP64 ILP64 SILP64 反正有很多 最后一个 不用那么认真看 最后一个超好记的 就是什么 就是全部都是64 只会在特定的架构上 遇到 好 那这个东西怎么记呢 很容易去区隔 反正 前64之前 不管叫什么鬼 就是 上面有写什么东西呢 有 有出现的话就会变64 好 所以比方说这个L 表示什么 L表示弄 好 所以弄是什么 64 那这个P呢 是pointer 所以就是 弄是64位元 那个pointer也是64位元 好 所以你看 这个64 这个也是64 好 然后弄弄呢 跟着也是64 因为弄是64 就弄弄不能再多了 弄最多就是64 那是LP64 那如果是 LLP64呢 好 注意到 LLP64是什么鬼呢 注意看这个东西 LLP64就是讲 弄弄 弄弄是64 quinter是64 然后还有个东西叫 ILP64 ILP64已经猜出来 一定有某个i i就是整数 所以就是整数形态是64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弄是64 所以跟着 L 弄弄也为64 那 quinter也是64 然后注意到呢 一样是64位元的架构呢 不同的这个data model 是取决于什么 不同的作业系统 所以你看 在这个多数的unis 或是类似unis的架构呢 其实采用的是 LP64 LP64 是吧 LP64就是 Long 是64 Pointer 是64 所以比方说这样 Linux Sorize BSD 但是有个奇葩 这个奇葩很讨厌 叫做 Microsoft Microsoft的LP64 讨厌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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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是64 但是Long 就是64 所以 你现在写成4的时候呢 很麻烦 同样是Intel架构呢 你还要去区别什么 区别说 Long呢 是32个元的Long 还是64个元Long 就是在不同的架构下 Long的长度会不同 所以注意到 有这种状况 那所以呢 这导致什么呢 导致呢 这个 这个东西 在LP64的话呢 如果呢 你把 这个 Long 转型成Integer 有可能 会遇到 这个 这是 这是一个 要特别 注意的议题 好 所以呢 显然呢 对应到这样的程式码呢 其实知道啦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只跟 呃 单纯只跟三色位有关 跟64位的Data Model 有关 所以你看 我人家给它不同的数值 对 就是 这个timestamp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原本 就是 我把它定义成这个 然后 但是呢 其实这个 原本这个只是 这个 这个 8906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 旧的那个timestamp 好 那新的timestamp怎么做呢 新的timestamp 人家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64位 因为它的timel timel 是 64 所以就是说 我要去看 就是看 要去指定不同的 那当然今天还要外来检查 然后 同理呢 这个 在Driver Model下呢 还是要管是吧 还是管其他的议题 叫这个 read read的关键在哪里 read的就是说 不管从什么样的东西 读取 对 从这个网路读取也好 从这个 从这个 机体读取也好 我的关键是 我要读取多长 所以注意到 所以你看 read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要考虑到 它用内部用的 时间 就是 就我们里面有一个 对应的那个 时间操作 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timeout 对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起来的 要处理时间 有时间呢 就会有64位的议题 那 那 律的是这样 Map也是一样 所以你跟刚才说什么呢 你会这样解说 没有还有一大堆檔案系统 而且 其实檔案系统本身呢 它是写死的 所以这个 像这个 EST 3 Coda 这些东西都 都不是什么 都不是203 都对238 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从Lenargo 还有一些相关的开发者 其实 做了这一系列的调整 从204年开始 这些其实都是 相对一直在 一直在处理的 那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说 在这个 呃 系统物件来讲话呢 其实就有很多那种 跟时间有关的 宽度的议题 像这个 Gate Timer State Timer 这一系列 所以 你可以看到想像一件事 虽然你可能不知道细节 但是你可以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呃 我们系统来讲话 不是直接去替换 其实往往很多时候 是需要一些什么 需要一些 一些相容层 然后去处理这种 30多元的模式下 的 这种不同的time 原本是30多元time 然后要改成什么 改成time spec64 像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看到说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实作 好 那底下很多token 你可以去找 底下很多那个细节 你可以去找这个 透明的token 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 相关的录影 那 当然这过程中有太多议题 要去处理了 就是像这个 嗯 像巴仁说 不止kernel 啊 西装time 然后还有相关library 其实都要去处理 而且你知道 其实30多元的系统 在迁入是 30多元的这个 配置呢 其实在 现在的讲话 它其实是 数量是很惊人的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需要更换 而且更换的时候呢 其实变更的幅度是很大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个进度表 就是在kernel 4.19 当然这是去年的 2018年的token 那其实 来讲话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这还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 Arna 他的这个token 其实他就 这一次演讲就在讲说 这个其实 不是只是应该什么 依赖kernel本身的修改 其实从这个device driver 系统裤教 drive的界面 然后党的系统 还有好多 跟架构有关的一些调整 都需要做 那所以呢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所以这个 这段我想到这个 在ptt上面有箱名问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那个 学作业系统 然后为什么要小机 Linus 你们想问 你在开发应用程式 遇到2038年 问什么办 当然你可以说 哎呦 反正我19 19年后我就不会再写程式了 所以不管 可是你当个主管 你总是要管底下人 对 对 你 你没法以德服人 你总是要以技术服人 对 你要想到时候带着那些年轻工程师 他们遇到2038年怎么办 对 这个都是要特别去注意的 所以注意到 我们之所以要理解坑洞 往往呢 不是来开发新的坑洞 好 很多时候知道 好 是解决各式的问题 而且呢 更坚定的知道 这些发展的轨迹 好 那你可以从过去 现在 好 然后去沾咬到 去 去 把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样的思维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的点 带到什么 带到未来 好 然后呢 这个在坑洞里面呢 就有一系列的macro 这macro就是像 你可以写这样 就是time after time before 然后time after equal 这类似这样的一个操作 在坑洞里面有类似的这个macro 那为什么要定义在macro呢 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这边有none none呢 注意到 就是要什么 none呢 就要考虑到 它的none是多宽 对 还记得刚才讲的吗 在lp64 lp64 其实它行为都是不同的 那所以比方说呢 在30万元架构呢 none就是32万元 在64万元架构 而且采用lp64的话呢 它就64万元 所以它其实它的数值方不同 那坑洞为了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缩减 去定义这样的macro 那这样的macro出来 出来之后呢 就会有刚才讲这个什么 2038年的问题了 好 接着我们终于来 来探讨更细致的部分 来看什么呢 看这个 clock跟timer 其实不是只有 有三个字 人们很容易搞混 clock timer counter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一个解说 在看解说之前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dlow 大家还记得小时候 应该有玩过这东西吧 好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的时候 是在幼稚园吧 好 幼稚园看到这个 然后我看这都就就路神了 我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因为我家没有摆这个 好可能我爸我妈怕我太皮 把家里弄火 把你弄脏 然后吃到被玻璃吃穿手 好 所以我总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是在幼稚园 好 我已经想不起来什么时候 可能大班的时候 好 那那 反正我就把这个salon 就转天都在玩这个salon 就是把它倒下来 然后一直看那个salon 一滴一滴滴下来 好 那这件事听起来很蠢 对我不怀疑 我不排斥 这真是很蠢 但是你想一个好玩事情 我这个dlow 整个从什么 从上面 滴到下面 然后再转过来 再从上面滴到下面 然后下面满了 再转过来 基本上 我一定可以从转了多少次 完完全完整这个操作 多少次 可以回推出你的时间 你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即使 当然可以 我玩了多少次 我就可以回推出多少时间 毕竟 翻转这些是相对的 很低的成本 好 可是呢 你会不会叫这个东西叫做时钟 这个就好玩了 这件事 这个东西呢 它在 不考虑精细度的层面来讲 它的确可以拿来计时 但是你会不会把这个东西叫做时钟 你会把这个东西带在手上 就叫做手表 应该不会 对吧 所以很显然 对于这个 timer 对于 clock 对于这个 counter 其实人们呢 其实有什么 是有不同的认知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看一下这一篇的这个 这篇文章 好 讲什么 讲这个 讲这个 那几个数值的观点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呢 这个标题是什么在写 标题说 timer 跟 counter 的差别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 timer 是什么 在这边来讲话这个 从 embedded system 的观点 timer 是特化的时钟 注意的 timer 是特化的时钟 然后而且这个特化时钟呢 的用途是什么 计算 计算 time interval 好 所以我们讲这个时钟 时钟就是有什么 分帧时针 你当然也可以用日轨来做 对不对 日轨吧 太阳照下去 去看什么 看这个影子的长短 好 然后但是呢 我们这个 我们会把 clock翻译成什么 会把 clock翻译成时钟 会把 timer 翻译成计时器 好 计时器呢 的重点就是什么 记录时间的间隔 好 所以你看这个 timer 这个词翻译成钟 很厉害吧 计时器 一翻 计时器 就想到什么 时间的两个间隔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什么 就从这个 按下去那也可以算 然后算到结束 所以就 它也可以叫做 stopwatch 好 stopwatch在很多时候呢 写程式的时候很好用 就像这个 android android里面有 stopwatch android stopwatch 好 它在那个 西的 library里面 就有这个 stopwatch 不只是应用程式的 像这个 像这个东西啊 怕你不知道 秀一下东西可以看 然后这个 stopwatch 它跑起来就是像这样子 很小 很久没有管 android 所以 不知道 endroid 找什么世界了 出现 好 快去看一下 所以呢 比方说这边就展示嘛 按下去 看时间就 好 那你 你可以 去变更时间 然后你按 按你的时间之后呢 就可以停下来 这个东西叫stopwatch 好 然后呢 所以 注意到哈 所以 timer 是一个特化的一个什么 clock 那clock是时钟 那timer就是计计计器 重点是记录时间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 像这个 outgress outgress outgress就是这个 saddle 就是这个 saddle 本身我们就叫timer 因为它是 开始到结束 开始到结束呢 这个时间呢 如果我不考虑精准度的话呢 这是堪用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saddle 在完全漏完 在重新reload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间隔 就完全装完 然后到下一次这个循环 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不精准来讲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固定的 好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叫做counter counter这个词呢 我们在 中文可以把它翻译成t数器 所以就这样啊 这个东西叫计时器 这个叫计数器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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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个是计时间 一个计次数 你可以 你可以这样子一个认识 所以你看 是中文翻译 翻译不出吧 好 计时器 counter计数器 好 那这个counter呢 对应到timer 有一点观点 为什么是有观点呢 一个是计时间 一个计次数 就在于什么 因为呢 我们其实可以对应到硬体 因为我们硬体上会有个固定的一个周期 所以你看到 这些东西 这两个东西的差别是这样 就是说 我的timer呢 timer主要是让它知道什么 让它知道时间的开始 然后呢 好玩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counter 以硬体的关系来看counter的时候呢 它会对应到一个震荡器 一个 不管是时间震荡或什么 这样的 它其实它在意地方是什么 它的次数总和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你看到timer来讲呢 也会在意的是 是那个什么 是震荡整合 它也会在意这个震荡器 就是这个震荡器 但是 但是有一时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一时的地方是 我们其实 timer得出的东西已经是什么 它是从这个 从 系统观点去看的 也就是说呢 我记得那个timer 它可能 它有个讯号源 是在实力震荡 给一个稳定的电流 他讲的 稳定的电压 然后它有个震荡 但是我从整体系统观点去看 看说 我从某个时间开始 到某个时间结束 好 那counter呢 它本上就是说 比方说像 像这种0跟1之间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想说它是一种讯号 我这个信号源用一个试播器去看 一个从0到1的这种 好 那所以对来讲的话 最关键的地方 不是说它的时间间隔的物理意义 对counter来讲更大意义在于说什么 我需要 怎么展现成这个能量的变化 好 所以注意到呢 counter呢 是一个更低阶的东西 timing 是 它可以对应到人的需求 对不对 就是说我要去计算一个时间开始到结束 好 所以它可以对应到一个时间的需求 那但是呢 这个counter是更低阶的东西 就是它就直接从讯号观点 从能量观点 从高低高低这种变化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来讲的话 在一体来讲 我们可以对应到一个 比方说像一个暂停器 像这样的东西暂停器 去记录什么 记录这个时间 就是时间的间隔 然后经过多久 然后这边有个time 0的register time 1的register 甚至可以给不同的宽度 那甚至呢 还有说什么呢 所以你还去计算 计算CT 就是那个clock跟timers 那个间隔 好 然后 所以 再讲下 所以我们要讲 就是说clock timer 还有counter有一个三则关系 就是 clock 就是像我们人们讲的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取 我们只要知道 是得知时间的一个器具 我们称为叫clock 所以关你的手表也好了 摆在墙上摸clock 就让你得知时间器具 但是呢 这个timers 重点是什么 是在意的是时间间隔 那counter呢 是一个很低阶 特别从那个能源观点 就是从那个讯号的观点 那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counter 就是我在实作time的时候 我特别拖counter 去记这个值 看那个讯号的变化 然后这整体弄出来之后呢 我可以把它 对应到一个什么 对应到一个有 具有某种物理意义的 是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探讨 就是说在硬体 注意到硬体 硬体呢 会提供 主要有两种层面 我们可以做这两个层面的事情来做什么 来做这个 来处理时间 一个叫leotown clock 注意到它是一个硬体 而且这个硬体里面呢 有一个non-volator 注意到 所以它会记录时间的 所以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年纪够大的话 或者用过旧的电脑 以前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呢 就打开那个dose microsoftdose 或者pcdose pcdose 给你看一下以前pcdose长怎么样 pcdose pdose呢 开机起来 开起来就像这样 就是这个pdose 就IBM的pcdose 那当然有比较华丽的东西 像这样 然后呢 我点些东西看起来像这样 就是说 你看一下 哦 对这个 所以你看到说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西茂号 对不对 台机的西茂号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这个开机的画面 好 那 在很旧的时代 就很古老的一体的 很好玩 开机之后呢 要先做一件事要打dose pcdose 执行完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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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打date 你打date要干嘛呢 你打date呢 去 取得目前的时间 你也可以去设定目前的时间 好 那为什么开机的时候要打date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是开机的时候要急忙知道时间 往往是因为 我们缺乏一个硬体 这个硬体是记录 就是 如果你没有一个RTC这种硬体呢 去储存 之前的时间 还有它的时间 在你上次 距离关机到这次开机的时间 过程中的那个时间的话呢 那你就不知道 经过多久 所以 在很旧的电脑 打开电脑之后呢 要做第一件事 通常都是要去校正时间 或者你永远都会 跑到一个很旧的值 比如说1980 1990 好 那 反过来说如果你区别一个硬体 注意到 这个硬体它记录时间就是什么 握握了头 就是 它不会随着关机就不存在 它会 简单说它有电池 所以你看以前的主机板 都会有一块 小电池 这一块小电池呢 就是让时间可以去运作 那这个时钟去运作呢 有很多用途 然后你可以设定说 一天后 不要说一天后的中午 或者说每天的凌晨5点开机 那你想 设定每天凌晨5点开机的意义在哪里 就在于说 先不讲你的动机啊 但整个是 它之所以能够运作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在凌晨5点之前可能已经关机了 那你看到 关机之后 为什么电脑还可以重新开机 为什么因为有RTC 那简单说这个时间是什么 继续跑 它用电池供电 那继续跑 继续跑 然后到某一个范围的时候呢 触发条件来了 所以我就把 系统重新供电 所以它就可以重开机了 好 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在于说 这个RTC 这个RTC呢 就是什么 就是会去 它其实本质上有一些技术时间 而且呢 它会去初始化 我们所谓的Waltime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就是RTC 好注意到好 这是硬体要提供的一个机制 好那另外一个东西 要犧牲胎门 顾名思义就是说 它会去在 固定的时间周期内的嘛 去做什么 去做这个 去触发 去触发中断 而且触发中断之后呢 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Tick 来搭配对应的这个HD 然后呢 知道这个Tick Rate 那你可以对应到什么 可以得知对应的时间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整个 要让整个Timekeeping可以运作呢 其实你需要 你有两个机制 就是像RTC 跟这个 一个 System Timer 好 然后 我们就更细致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设计好 好 那第一个就是来看这个System Timer System Timer 这个东西也很有很有趣 就是你们看到底下有这张图 对吧 就是这张图呢 重点是哪里呢 重点是底下有一颗电池 对不对 扭扣电池上面的 一个十字 然后上面跟你讲三幅 好 然后呢 这显然呢 你可能对硬体不是那么熟 但是没关系 这显然呢 就是什么 这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 稳定的电压 给一个三幅稳定的电压 然后呢上面就有对应的什么 震荡器 那当然 我们先先 先不管这个 这些电竹跟电竹来干嘛 先不管 好 但你可以看到说 一定有特质的 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可以震荡的 而且看到上面时间很老玩 它就上面画一个手表的样子 上面写什么 RTC 好 然后呢 所以它的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一个震荡 而且它的震荡的这个频率呢 是可以 是可以平 就是可以调整 所以注意到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clock 是可以调整 那不同的处理器架构上呢 会有些不同的设计 然后呢在这个 S86上呢 它可以这样的设定 就是通过一个PIC Programmable Interrupt Timer 那除了这一外的话呢 这个在 比较进阶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呢 甚至有个东西叫TSC Time-Stand-Counter 就是注意到 TSC呢 是在处理器内部的 然后呢 再来是 这个东西会有个对应到一个 APIC 那有些东西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这个 总之在这个 比较 Intel 比较进阶 其实所谓进阶也没多远 反正就是 就是说这种PIT 很旧的东西 然后后来就是考虑到 比如说 像多核的使用啊 还有像考虑到这种 能有管理啊 反正总是有一个东西 APIC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Clock跟 Timer 好 那先来讲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什么呢 这个网站是 就是 这个网站存了很久了 它就是那种 让那个 Java 就是让Java 可以 支援这个 Lewortime Lewortime 应用 那这个应用呢 就希望说 它叫RTSJ 那RTSJ就希望说 它是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Lewortime Specification forJava 那这样的一个 的缩写 那当然 现在已经没那么活跃了 就是 它就停顿很久了 但是 它的文件有个好处 就文件里面呢 有些东西写得很清楚 特别来 特别来看 就更精准的去看 Clock跟Timer 那么讲Clock跟Timer之前 我们要讲一些曲 一个 就是一个东西叫Timer Mekinning 那Timer就是 我可以 追踪到时间 不管前面讲的那种 沙漏啦 拿出你的手表来 这本质上呢 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做到这个Timer 那当然不管是Clock也好 跟 Clock也好 或是Timer也好 都有能力做到这件事 就是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 时间 时间的资讯 就是说这个时间呢 是 相对的 很绝对的 或者是 一个 一个 可以跟其他人互通的 像 比方说你手上的马表 在你跑步的时候 戴一个马表 那显然这个马表呢 你跟别人不能互通 因为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 按下启动 但是呢 如果说你跟别人同一个时间 按下马表 这就有意思啊 对不对 就是一个起跑线 而且有个鸣枪的仪式 对不对 预备 Go 那这个东西这样 你按下马表就有意义 所以注意到 这个 我们需要一个 精准的一个 一个起点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这边有个词呢 叫Monotonic 那Monotonic 这个数学上呢 就是这种单调 叫做一个东西叫单调地震 对不对 单调 单调 不是正 单调地震 单调函数 好 那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简单说 像是 这里已经看过 对不对 像这个就是单调 对不对 严格单调地震 那这个单调地震 但是中间怎么样 中间它不严格 对不对 那就知道这个 倒退路的这个就是这样 不是单调的 然后这个东西 严格单调地震 那中间如果停滞的话 它叫单调地震 所以注意到 严不严格是决定什么 决定它的那个 变化量 就是依据实践的变化量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这个都是Monotonic 也就是它的时间变化 比方说你的时间变化 是总是会增加的 那就是严格增加 那同理就是 要讲出来 叫做单调增加 单调地震 那你这个数字总是往下减 就是注意到 这个数字不是从 永远都是从零开始算 有可能从某个很大的值 所以它有可能是单调地震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题 叫time synchronization 就是说我两个clock 之间要做对时 这个像刚才讲的 跑步 考试 基本上都要对时嘛 那就是对大家有一个一致的起点 否则大家没办法做事 好 然后呢再来是刚才提到这个resolution 就是说我今天要 不管clock也好 time也好 我要知道说这个时间的间隔 它的一个单位 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跟我在意的那个单位是对得上的 好 比方说对我来讲 假设呢我每10 10个mini second 就要什么 就要排成一次 好所以就要每10mini second要排成 好的 那我的time resolution呢 肯定的吧 是要能够做到 够高的这个 够高的 resolution 所以比方说呢你的时间间隔 如果是做到 0.1秒时间间隔的 其实还是不够的 你需要什么 0.00 0.01 可能 的时间间隔才够 好 所以甚至你可能需要0.001 好 那这个东西都是属性 但是注意到这件事呢 其实跟什么 跟中段处理有关 好 然后呢再来是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句话你看这个英文实在太强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什么呢 他说 timer 去依据给定的clock 去测量 测量时间 而且呢 这个 而且timer 会触发什么 会触发一些事件 然后就是 会触发一些事件 那这个事件是已经 已经排成过了 所以你看这句话多厉害 英文的一个 名词指句 形容词指句 搭配起来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好像中文要讲一句对不对 你看 这件事中文怎么讲 clock 就是这个什么 计时器 依据 给定的 时钟 去什么 去测量时间 而且呢 这个timer 会 会 会按照 给定的行程 给定的这个 注子 给定的这个 注射的时间 去触发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事件 对应的操作 好 好 那我们大概看完这个词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 好 这个底下 底下一些细节能先跳过 好 提醒 好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这个 time t time t 那在这个kernel header time.h 里面存在 注意到这边的 这一段程式码 它不是 真正你在kernel里面查到程式码 好 它只是一个 它只是一个 示意 就是说 但是这是因为历史因素 因为这一行的存在 所以导致有2038年的 因素 如果当时 unis的设计很 很显然又考虑到 30位元会不够不够用 那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件事真的是很难说 好 那总之呢 因为历史的缘故 所以这个time t 被定义成是ron 那这个ron 在340加过 跟440加过 搭配不同的data model 所以我们快度 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time 那这个time 就是 其实它讲的东西 就是time interval 那time 这个东西呢 就是记录什么 就是time的一个单位 time interval的一个单位 好 那为了要计数的 时间方便 其实它就算 切割着两个单位 一个叫tvsec 那tvsec 那就顾名是 就是以什么 以这个时间为 以秒数为单位的那个time interval 那另外一个是usecond usecond 就是什么 microsecond time interval in microsecond tvusecond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一个东西叫time spec 注意到这个time spec 稍微记一下 这个东西叫time time有什么 tvsec tvusecond 然后呢 所以这个注意到 就是use micro 十的-六次方 好 但是有个另外叫time spec 你看前面叫tvsec 就是一样 对不对 一下叫nsec nsec 所以注意到上面呢 是十的-六次方 下面是十的-九次方 那time spec 这个东西是posits规范 所以注意到 posits规范 其实已经规范到什么 1980年代 1990年代的posits 其实已经规范到 nosecond 不是只有microsecond 那你会好奇啊 那硬体 电脑的硬体的精准度 一般来讲到哪里呢 电脑硬体的精准度 一般来讲到了microsecond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电脑呢 有做很厉害的 除非你电脑做很厉害的处理 塞一个什么原子钟 原子钟 不是原子小金刚 是原子钟 好 注意到呢 原子钟 除非你塞了一个东西叫原子钟 你才有办法到这个什么 到这个 到microsecond 这就是查到 查到香港画的呢 没关系 我支持香港 好 注意到原子钟 那原子钟的 先忽略它的原理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原子钟的精准度 精准度 精准度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 其实原子钟不是一看就准的 其实早期的原子钟 还没有现在的事情中才就准 但是后来呢 这个原子钟呢 就因为有商业化了 然后还有调整 所以这个 其他的精准度大部分的提升 所以他就可以到了 如果你要讲naosecond 其实你需要什么 需要原子钟等级的 但是pardis呢 去提前的定义这些规范 那希望 因为毕竟规格制定 要考虑到很多 呃 现实的考量 还有一句后续的那个议题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nosecond 还是什么 none的形态 然后但是没有用到none的形态 所能够表达全部的数值 其他的这个数值是什么 是0到99999 这个second 好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因为这样的考量 就是导致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nosecond 导致你会在很多写程式的时候呢 会看到 呃 看到程式呢 会去乘上吧 会去乘上这个 呃 十的九次方 啊 而不是做位移啊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说我们 用那个往左位移 会往右位移 对吧 你看一个数值 我对某个数值做往左位移 假的他是五号数的话 我对个数值往左位移 相当于是什么 乘二 同理如果往右位移一个 位移呢 就是吧 就是除以二 好 好 那但是呢 注意到呢 虽然电脑是二进位的 而且二进位在电脑来讲 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呢 因为是历史的考量啊 你可以去查一下 为什么有这种这种考量点 那总之就是说 这如果你看那些跟时间有关的 就是什么 就是 就很多是实进位的操作 好 那么再继续看啊 就是说 他们英特化处理呢 基本上可以拆分两个部分 就是一个来自什么 来自 就是本身在处理 英特化Handle 就是处理这个 中段的处理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tick pre-artic 好 注意到啊 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周期心的这个tick 好 来看看这个东西 那 先来看左边 就是讲这个 他们英特化的任务 他们英特化的任务 就是要去 去取得一个lack 这个lack 这个lack叫什么 x-time-lack 那x-time-lack 那x-time-lack 也要去保护什么 保护这个tick pre-artic 所以就是说 我这个 时间 会透过这个x-time-lack 这是本身的lack 然后我要去保证说 资料的更新的过程 不会被打断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还要去 通知 智慧 或者 就是 去处理一些什么 去 去处理这些必要要 该做 如果需要的话 去通知 通知这个系统 就是 我到了某 某给定的这个 时间 比方说我到了某些时间 我要去干嘛 我要去 要求其他的cp core 可以洗哪一大 或者做特定的动作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要必须呢 只要把这个waltime 去干嘛 去更新 好 注意到我们讲更新的 不是只是 加一这么简单 其实有可能 要保存 好 那要保存到哪里呢 保存到这个 把这件事呢 更新到什么 reotime clock 那我刚才提过reotime clock 是这个东西 是有什么呢 是nonvolatile 对不对 还记得吧 有volatile 对 所以注意到 这个rte本身呢 是nonvolatile 那我需要 我需要 这个time intel handle 其实要处理到这件事 而且周期性的处理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要去呼叫 注意到 要去呼叫什么 呼叫一个 一座的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叫做 tick pre-artic 那这个是跟价格有关的 好 所以看下 tick pre-artic 要该做什么事呢 就是要去 第一个 要去更新什么 更新我的这个 gifix64 注意到 还记得前面讲 2038那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 科统来讲的话 全面会去卖相 就是去支援 这个gifix64 然后 要避免2038问题 所以我们就讲 这个gifix64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tick pre-artic 要管制可多了 就是说 比方说要 要处理这个 资源使用的状况 就比方说 user time system time 所以 前面我们示范 用time 这个命令 那其实它就是去呈现 透过tick pre-artic 所更新的 u time 跟s time 分别就对应到使用者 成绩跟科统本身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些 任务 本身是设定 比方说 每个多久做某些事 所以我们到了 该触发执行的时间 该触到了指定的时间 比方说 前面举例 对不对 你在7点半的时候 赖床 重新设定个闹钟 8点要醒 8点要干嘛 醒来干嘛 醒来做事了 要脱离这个 脱离你的棉被 因为棉被很舒服 所以你要脱离它 因为 你的指定时间到了 所以你要去做特定的操作 再来什么 再来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还记得前面讲那个 dynamic 对不对 dynamic dynamic 这样是对应到那个 对应到那个 对应到那个 有本书 这样我们讲 会讲到那个书的内容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 要根据这个mortime 然后 最终呢 会存到什么 前面讲这个x time 好 然后 不然说 那个load average 其实要去计算 那这个load average 就是像那个 在 你打那个 在linx kernel里面很有趣 linx kernel 为了 为了要降低这个 浮点数占能器的那个使用 为什么 linx kernel要降低浮点数占能器的使用 因为浮点数占能器 它的占用的空间很大 所以 kern为了要做 为了避免效能受到影响 所以 浮点数占能器 我们所谓FPU FPU register 原则上是 不去 不去更动的 也就是说呢 播出的时候呢 这个FPU register 是不会去碰的 那 那既然 FPU register 不会被碰的时候 就有个严重问题 就是说 其实 kernel里面 是不能 用浮点数的 所以 kernel 不能做浮点数呢 你要怎么算load average 什么叫average average就是说 会有个分母 对不对 分母比方说99 分子可能是某个值 所以是 某个值除以99 那这个东西计算完之后 你不能只给它整数 对不对 肯定会有个什么 0.989 0.123 对不对 那我不能把0.989跟0.123都把它变成0 对 你也不能把它四捨五入 对 0.123跟0.989 四捨五入一个是0 一个是1 这也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 所以 以average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需要浮点数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在Linux kernel里面 会有做到什么 fix point 好 那这个Linux kernel里面 会用到fix point的操作 其实就是这么 有一个部分就是为了load average 好 然后好玩的是什么 load average 对比较好玩的 这个东西很好玩 快速跟你介绍一下 在这个kernel里面 有个东西叫load average 就是average 然后里面会用到什么 fix point fix point的印算 然后这个fix point的印算 里面可好玩的 还有怎么指数操作 所以就是说 我相当于是 我不需要浮点数 但是做出浮点数 days的操作 好 然后这个东西 可是大家也有学问 这个load average 里面的 这个不要短 不要看出它 只有300多行 你也为了要看懂 这里面的运作 你要很懂 gifix 更新 要知道noHD noHD 的运作原理 就像这个东西 因为noHD 的状况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会怎样 会随着更新的 好 那这个东西也是tick 对Arts 要做的事实 所以你们看到 这个东西任重道远 对不对 好 那再继续看 就是说这个 tick intoba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 上面这段 上面这个操作 看一下 对面这个操作 所以第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要知道说这个 tick更新的对象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我现在的 现在只见的这个CPU 那如果是的话 就表示我要 要更新我现在指定的这个CPU 我先给他一个sequential lag 这个在我们讲 Linux核心设计的讲座里面有讲 有讲这个 有讲到SpinLag 多合于SpinLag 基本上要讲这一段 好 然后就是说我先给他一个sequential lag 好 然后之后干嘛 就是该有这个k time 就是该去更新这个时间 好 然后所以注意到这边是真的在做什么 再做所谓的tickAdvance 注意到这边讲的这个tickAdvance 这边tick是前面讲的那个tick 然后这个advance 注意到这边是一个动词 注意到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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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ick 好 所以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我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进入这个 进入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我可能会停 但是我先设定个什么 NextPeriod 那这个NextPeriod怎么算呢 就是从这个timers 去回推给他一个单位 先不管他单位是什么 总之我去回推 不是回推 所以我去计算我该下一次的peak 该跳到什么时候 所以还记得前面不是讲些示意图在 想说 这边有个timeinter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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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之我们在相当于这次发生的时候 这次发生中断的时候 我去计算 我在下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间会应该会出发 好 然后我就把这个 我就透过这个securelock 然后接着干嘛 去看 有没有要 该去做特定的工作 该去实行 确定的操作 那过程中 如果你系统要做profile 的话 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 那个 讲说这个puff puff为什么可以看到精神时间 因为在每次使用 基本上这样 都会去更新 更新它对应的操作 所以要注意到 这个timeinterrupt 其实它的成本 是不低的 但他们interrupt 不是从来 只是更新时间 注意到 其实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这个process 就是资讯 就是资讯 然后 然后 再来是什么 do timer 这个do timer 这个东西好玩的 do timer本质上 在做什么事情 本质上就是去更新 就比方说第一个 就是把这个机体式更新 然后要去更新它的walltime 这个walltime 记录在哪里 记录在这个 记录在这个 stime的结构里面 好 然后要干嘛 要把这些 node average 好 去更新 好 那不要忘了 这个东西涉及到大量的运算 好 所以这个有个统计值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timers 好 这个timers很好玩 就是说 有时候呢 它也叫做 dynamic timer 所以注意到 这个dynamic timer 或者坑他们 就看说你实际上 那个实际上的执行 那 就像这个致命上的意思来讲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timers 它不是固定值 它其实是可以去设定的 然后这个设定来讲的话 你看到 注意到这一段 就是说其实往往呢 我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去指定 指定下一个时间 就是比方说 就像说 设定比方说现在是00 那我就设定个 10 或是100 然后 一旦呢 这个timers 一直跳到10的时候 就会出发特定的 做特定的动作 就是 触发特定的条件 然后从而去 有对应的操作 所以看到 这个timers list的好玩地方是什么 timers list里面的好玩地方是 里面竟然有个cobet function 所以注意到 这边有个function point 那我们把它称为叫cobet function 因为它的执行呢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直接 a function回交到b b回交到c 而是说 它的执行呢 是我先讲 先把这个function point 先保留好 把function point 保留好之后呢 我们做什么事 我在发生这个timeout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指定个时间比较容易 到10 设定成timeout的时候呢 就在10的时间点 去干嘛 去做 注册的方式 或者说 你把这个timeout的时间 设定成100 那我稍微就一直跳 123456 一直跳 跳到100的时候呢 我就做特定的事情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里面也会发现一些结构 什么base 不过我先不用管 那里面好玩地方就是这个base inspire的value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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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 gifis有关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去看这个更细一步的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用 用这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用这个 用time list 去建立一个 你的timeout 然后呢 你要去 你要去做timeout的初始化 好 那你要去设定 比方是设定一个expire的时间 又是什么时候会发 timeout 所以就把目前的gifis 加上你预期的时间 那这个delay 当然就是要delay多少个tick 对不对 还记得前面的公式吧 前面有个 算术 对吧 就是说这个 这个 我去算 算是吧 算这个 算 就是 就是gifis 对不对 我要去算我对应的这个多少个 多少个 gifis除以hz 就是吧 就会得到时间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从这个 我们这边给定的东西是什么 给定的东西是 gifis 对不对 所以可以表示说我要几个tick 好 那 再来是你可以注射方式 你要做什么特定操作 好 然后呢 再来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你也可以这样 就是去 加一个 就是把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出此话 出此话之后 所以最大 我把这个出此话 不代表它有tick 但是我在这个时间 你终于可以不要干嘛 activate 所以注意一下真的tick开始跳 是在什么 是在add timer 这个时候才做的 那你会好奇 为什么它名字叫timelist 因为系统中 其实有很多不同timel 我们把这个资料结构注册好 你看我们在init timer 然后注册这个该做一些设定 你想用系统有很多timel 就像你这个前面举个例子 我想有些人可能不是每个人 有些人可能跟我有一样很快习惯 这是我 因为我工作比较紧绷一点 所以说我有很多闹钟 闹钟有123个闹钟 所以所以一个闹钟响了 然后第二个闹钟响了 第三个闹钟响了 那如果三个闹钟同时想 按掉按掉按掉 这有什么问题 这问题很大 你一旦三个都要按掉 你就睡死死了 这个就是很危险的 所以通常你的做法是 就是8点时候有一个闹钟 8点10分有一个闹钟 8点20分再一个闹钟 那这个 你用三次不同阶段起来 所以就是你的睡意 就是 你看睡意很高 但可能过来是降低 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看你可以破除睡意 因为8点20分再不准备上班 你肯定会迟到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个设计实在是这样 其实系统里面 其实有可以允许好多个time 所以说它叫time list 就是它其实是好几个东西串起来的 你系统中可以串好几个time 你就想象说 我今天在桌上摆个time 一个一个摆着 那就将那个time list 它不见得另一个list 就是它一个 它就是一个排列 那我在不同时间点按下什么 按下attime 就是 不叫attime 就让这个time 去触发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deactivate 而且这个什么 这个是在 inspire之前就deactivate 好 那注意到这件事 中间也会做什么 也会有这个deactivate 还有跟什么 就是 就是我可以除了做deactivate 其实还有个面后一个操作一个sync 好 去查一下这对面的意思 好 注意到过程中会有一个麻烦的问题 就是什么 你很可能会遇到 risk condition 为什么呢 因为time本质上它是非同步的方式去执行 就是他个别的time 其实就是彼此是独立的 执行的时候是彼此独立 设定的时候是彼此独立 但是呢 在执行的当下 它不会是彼此独立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time list 我的 我的 我的那个 震荡来源 是固定 好 那可是呢 我现在系统有这么多这个time 好 那往往就有一个很很大问题在呢 很大问题就是说 我可能 我可能要去 就是 我想想怎么样 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time的重点 不是只是数字跳动而已 我要做特定的事情 所以我要做特定的事情呢 可能会有一个很严重问题 就是 我今天要做 做这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呢 这些事情的事情之间 可能会打架 好 好 所以来看一下一个 听起来很怪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所以你看到我先 我先去干嘛 我先去deactivate 然后呢 我再重新设定什么 设定它的expire时间 然后我这个 新增了一个 一个time 好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个好处是 不是 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是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麻烦 好 为什么要先deactivate 然后再重新启动 就是因为我没法保证 调整 expire的时候 那现在time当下的状态到底是怎样 好 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件事 先去deactivate 然后调整 然后再重新 再重新让它继续跑 好 然后 这是一个方案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 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这个方案 好玩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用这个local timer 所以注意到 这边的local timer 其实它是怎样 它是每一个cp core 独立的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cp core独立的 所以这个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我这个 我的timer 其实可能有好几组 它会有这个local timer 那也可能有global的 甚至有一些 精准度比较低的 或者精准度比较高的 你可以 各个也个别的去设定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这些timersinterval 其实要处理的对象 其实很拨远 好 然后呢 你要考虑到一个 就像前面讲的这个 waste condition 这个case 这个东西麻烦力要在于说呢 个别设定看起来是独立的 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 往往这样 我无可避免 可能会碰到 同个同个这个共享的结构 所以我往往为了要避免 像是像刚才来讲的这种 这种问题一般 你看你看再讲 我先把它停下来 停下来再复原 或者说像刚才讲的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这个time sync 那所以这个例子就很好玩 这个东西跟什么 跟你这个local timer 就是你在不同的CPU core 可能有什么 它自己独立的这个timers 然后呢 所以我们想办法先让它 local的timers的数值 想办法怎样 先让它同步 同步之后再继续跑 那这个时候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就就设计到一个bottom tab 有没有看到bottom tab 那这个bottom tab 在这个linux核心设计的这个讲座里面呢 其实我们讲到中断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这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呢 它从来不是说触发中断 然后去跟进数值 timekeeper不是这么单纯 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的CPU core 目前的状态 而且我们还要 甚至要考虑到休眠的状态 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个的话 我本来local就会有一个 然后在什么 timers触发之后 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中断处理的时候 讲到很重要概念 我们把中断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top hell 就是前半段跟后半段 bottom hell 那我们在前半段呢 赶快处理中断 然后呢赶快赶快离开中断处理尝试 但是我去排 排一个什么 排一个后半段的任务 那后半段的任务呢 它就称为叫做soft air queue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由软体 可以去 由软体去排成 去定什么时间也该去执行的 好 那我这边在soft air queue 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 一种soft air queue 叫做什么 叫做timer soft air queue timer soft air queue 就要做很多这个必要的什么 像前面讲那些 必要的这个什么 必要就是更新时间 然后去计算它的什么 计算它的average 这种case 那我们要去做这些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要避开 就是这些 这些运算这些操作 之前在打架 所以那个时间会重新去排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timer的处理很快 很快做特定的操作 然后呢 之后在什么 在做bottel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衍生另外一个麻烦的议题 叫做delying execution delying execution 照字面上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它会去延迟之行 在系统里面呢 延迟之行的机会很多了 比方说像我们讲的一个 设计叫同步的 同步机制会延迟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需要 像是spinlock 你需要 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有四个cpu core 但是其中某个cpu core 它做的事情 会影响其他核 就是在这个quickle session里面 可能会影响 所以怎么办呢 就让某一个核做指定的事情 其他核都有干嘛 就像原子自选一样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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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那这样等待一个时间呢 我们该怎么做 有可能需要等待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先设定个timeout 就是等10个tick 然后呢 我就干嘛 就频繁等 去检查这个time before 还记得time before time before 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maker 对不对 你记得吗 time before 对不对 就是我是在这个timeout发生之前 如果是timeout发生之前 我就继续转 注意到这个东西 不动作 就干嘛 就继续等 那不过这个是 这个 第一个看起来很蠢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过程中 这个cp core 就没办法做别的事 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件事 你可以考虑一件事 也许我就去排成 当然这个排成来讲的话 我们不能排会影响到什么 会有影响到同步的 也就是说我不能 不能跟这个 目前这个curricule section有关 所以我就排成 但是我可以排其他论码 就只要是独立的 我可以继续做 所以可以要说来讲 在客戴来讲 其实会有这样的码 在进入curricule section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可以排成 可以做特别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最经典就是什么 在Semophone里面 所以你可以知道 SpinDuck跟Semophone的一个差异 SpinDuck来讲的话 我们中间 在SpinDuck的语意来讲的话 是不允许排成的 那在Semophone来讲的话 我们在curricule section内 其实是可以排成的 所以注意到 所以你从这个功能也可以看得出 我们要分别要去实做出 SpinDuck的语意跟Semophone 其实就可以透过这种机制去做 所以这时候有点串起来 对不对 串起来就是什么 其实我们今天讲排成 我们今天讲同步 我们今天讲时间关联 其实这彼此之间 竟然有这样的微妙的关联 好 然后我们接着大家看 如果你要做那种小的 时间的delay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一直去 反复看Gifix 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其实在Linus kernel里面 提供一个Udelay Ndelay Mdelay 反正就是对应的不同时间 U就是Microsecond N就是Neosecond M就是Minisecond 10的复材吃饭 Minisecond 那本质上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回圈 或是好几个回圈 那只是说这个回圈 执行的时间照计算 刚好可以对应到 执行的时间范围 比如说我就是回圈 回圈到一个等级之后 它就 它就可以到 给念了几个 Microsecond 同理 我可能会回圈 或者是某个操作 它不见得回圈可能 某个CPU指定 比如说NOP 那我执行完之后 它就这样 它就会停下来 停下来做这个 就刚好执行一次两次 刚好你可以对应到 某一个Ninosecond 或是某一个Minisecond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 Vocal Mips Vocal Mips 这个东西可好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Vocal Mips 这个字怎么来 它是叫Vocus Vocus 假的意思 然后在Mips Mips就是 每秒可以执行多少百万个 词例 叫做 所以叫做 Vocal Mips 就是假的 Mips 所以我们讲假的Mips 不是Mips 那个CPU 真其生命 其远离Mips 这有一个朋友讲的话 好 但是最后我们讲这个Mips 不是Mips CPU 是Mips 就是 每秒可以做多少个指令 那所以 这个东西意思是什么 其实我去 我透过某种操作 去算出什么 我这个 算出呢 我这个Delay的时间 就是需要 对应多少个指令 才能达到我Delay的时间 所以你看 你在开机的过程当晚 比方说 你在开机 以这个资样来讲 资样来讲 资样来讲 这个intel的资样 资样开机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会增测到 它是2.4G的处理器 那接着我会做一件事 叫做什么 叫做 Calibrate Delay Loop 所以比方说 他跟你讲说 Calibrate Delay Loop 4799 Mips 所以这个要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说 每一个GIFIX 要对应到多少个Loop 对应到多少个Loop 意义在哪里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做出什么 Small Delay 所以就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讲 这个Small Delay 这写来什么 这些U Delay也好 M Delay也好 M Delay也好 M Delay也好 全部的重点在哪里 全部重点是 它就通过这些Loop 好 这些Loop 其实可以换算出 它的什么 它对应的这个 就是每个GIFIX 它对应多少个Loop 那我就会回推说 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出 这个延迟效果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东西叫 Schedule Time Out 这个Schedule Time Out 这个东西好玩要在哪里呢 就是 我们还记得再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这个 Timer List里面会做这个操作 但是注意到 这只是Function Call 注意到 这是Function Call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操作的东西 是一个Process 如果你今天想要操作的东西 是一个Process 你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一个叫Schedule Time Out 好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其实它的动作是说 我今天要操作的东西是 就是我目前这个任务 那我这个目前的任务呢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 先让它睡觉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醒来 那醒来这个时间呢 我就是什么 去计算 比方说我 我用S去乘上HD 就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 像这个可以写 中间要写 多久 多久之内要什么 要醒来 好 那这个东西叫Schedule Time Out 那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像是一些 这个东西用很广 像这个 像你在写那个Kernel的 DWine Driver 写Kernel Marge 或是 或是要做一些 做一些 善后的操作 在Kernel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种操作 那它的实作本质上呢 它是什么 它就是在这个 就是 它其实就是在排程的时候呢 会去检查 Kernel的排程器会去检查 对应的那个时间 该不该做某些事情 好 然后呢 好问题要是什么呢 呃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VQ上呢 去 去Sleep 然后呢 而且给定一个 给定一个Time Out时间 这个 这也是也可以做的 好 然后 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chedule Time Out的实作 所以它要做的有点 有点 麻烦 好 那这边举的例子是 这边举的例子是哪一版呢 是Venus Kernel Venus Kernel 显示版本呢 3.5 3.5 3.4 看5.2 5.2 5.2 5.1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Kernel 那个 Kernel 5.1 诶 诶 哇 这个 不管 我们先来看那个 先来看那个 3.5 传网机 这个 档名不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Schedule Time Out 注意到Schedule Time Out 光是看它的注解 就很大的询问 这就是说 它把目前的这个Task 这样让它睡觉 到什么时候才醒来 到这个指定的这个Gifes 之后才醒来 所以它叫 另外叫什么 Sleep Until Time Out 所以就这样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呢 要去什么 要去 去给 给它的对应的名字 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Gifes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然后这边底下就是讲一些意思 然后接着 我们在 这个 因为任务本身会重新会醒来 所以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这个 睡美人 睡美人在睡觉之前 我已经忘记这个 那个童话故事 等我哪一天讲 讲童话故事 给我女儿听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起来 但是我现在就忘记了 好不管 那睡美人呢 总之呢不管是受到诅咒 还是受到什么鬼 总之他就睡觉了 那当然你也知道 睡美人醒来的 一个重要的 点是吧 是王子 要亲吻这个 睡美人 对吧 童话故事都是这样演的 好 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 这个王子 亲吻的时候呢 我该用什么面貌醒来 你想一件事 假设这个睡美人 他是在23岁的时候睡觉 可是他睡了100年 所以醒来那一刻呢 他该变成123岁 还是23岁 这问题很好 对不对 为什么童话故事都不去探讨这件事 对不对 你想一件事 假设你是王子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也许是25岁 那你娶23岁的刚刚好 对不对 就是这个年纪相仿 但是呢 你一个公主 一个睡美人 睡觉的时候是 看的时候是23岁 那亲下去可能变123岁 你可能就娶不下去了 对不对 心理上就有些障碍 对不对 那同理呢 这个任务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一个任务 在睡觉的时候 我指定一个时间 我告诉我的排程器 我告诉我的客人 我就是要在 给定的时间之后 起来 再认识我是在睡觉状态 那 可是在这之前呢 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 我去决定 决定说 我这个test stay 要怎么施定 那你有两个 其实test stay 有很多种状态 但是来讲话 你可以这样施定 就是一个test uninterruptible 一个叫test interruptible 顾名师就是一个是不可以被打断的 最大 这个是打断的意思 不 就是 不可以被打断的 那下面这个是可以被打断的 好 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东西好玩的 如果呢你设定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说直到呢 直到这个 timeout发生 之前 我都不能被打断 好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可以打断的 所以我要醒来的 除了timeout 发生timeout 我醒来以外 其实呢中间 其实我也可以这样 我也可以提早醒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可以 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 signal出发 所以的话 有个signal出发 那我可以提早醒来 或者某一个因素 比方说再重新排成 那我是可以 可以打断的 好 那这个东西呢 直接的决定什么 直接决定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timeout 跟排成 其实它的观点是很大的 好 我们来看来继续看这个 这当然这个来讲排成的行为都不同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程式码实作 首先呢 你会看到什么 这边注册一个什么 time list timeout 现在这边有个timeout 好 然后呢 注意看这个timeout 怎么用 注意看这个timeout 怎么用 现在看一下这个timeout 放在哪里 好 看到这边有个什么 inspire 然后呢 这个 底下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timeout 所以现在就设立一个 设立一个timeout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有什么 这个有个timeout 就是一个deactivate 好 那在deactivate之前呢 一定有什么 一定会有个activate 好 那所以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看到 就是我先去看 先去看那个timeout的形态 那当然如果说有些什么 到最大的这个timeout的时间 然后我们本账是什么 就是直接排成 因为这个东西到了天长地缘 所以我们就直接什么 直接排成 然后就 然后就离开 然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去设定个时间 所以就这样 如果 如果是什么 到了 到了一个 一个 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scheduletimeout的话 我们是直接排成 否则呢 它是一个合理的时间 如果它是合理的时间 不是 它是一个max以外的值 那么要检查 简查说 这个值不合理 所以比方说这个时间是错的 直接这个值是错的 我就继续执行 不睡觉 好 所以上面这两个case都不用管 就底下就是真正的一个逻辑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真正逻辑 所以我们就设定好一个时间 然后把这个目前这个 目前这个timeout做一个更新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去去去 更新我的这个timers 当然还记得 刚才timers这个结构吧 这个结构 那 那中间呢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去睡觉的时候 就干嘛排成 好 所以那边来讲话 我们就去要求去做排成 那排成完回来呢 我就什么 去deactivate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一旦就是一旦呢 你这个timeout已经处理好 之后 然后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去deactivate 好 然后这做完之后 把它释放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注意到这边的 注意到这个timeout 所以这边 这边 这边的timeout 就去 重新计算 计算到那个时间 好 那我这边返回是什么 返回是说 这个更新的值 就是说 来看一下回传值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会回传 是这个 在所有的case来讲的话 这个回传值呢 都不会是什么 都不会是 都不会是 都不会是负的值 也就是说 它的投入下值就是0 或者是一个 另外一个正值值 这边有一个检查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玩 状况如何 就是这个 这个schedule timeout 再次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之间的东西 你可以串接起来 所以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讲排程 讲这个时间 讲这个中段处理 这其实这些关键串起来 然后 接着我们来讲另外 另外东西叫 系统呼叫 这个系统呼叫呢 在我们之前讲这个 Linux合力设计里面呢 就讲什么呢 赋予应用程式生命的系统呼叫 对吧 然后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跟哪些东西跟时间有关的 就是 就是 在parties来讲的话呢 这应该都要详细了 这个 没有没有书理好 那就说 time gettime 就是那个slip 那parties呢 会有规范一个timer 叫做parties gettime parties parties parties的那个clock gettime clock settime 然后get resolution 还有这个 adjusttime 好 好 这个是clock 那timer也有 timer的话就是 像这个 建立一个timers 然后delete一个timers delete一个timers delete一个timers 然后settime gettime 然后设定一个时钟 然后你也可以去设定一个internal timer 跟那个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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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 timer 这是那个posit的规范 所以我们要再来一件事说呢 我们这个linus kernel呢 它就会在底层来讲的话呢 就会提供符合posit规范的这些clock timer 所需要的api 好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看一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好玩了 在这个 有一本书 这个书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gradech 那gradech的话就是知名的linus kernel hacker 那gradech是linus device driver的这个回复者 那也是很多产的这个 他有很多著作 也有多一些相关的线上课程 然后他在这个linus kernel这个社群非常活跃 好 那他的书本呢 就是linus device driver在网上可以下载 那人们一直问有没有第四版 不过在网上能够看到的东西是第三版 那第三版里面呢就里面有第七章 第七章的标准叫什么 time belay 还有defer work 对不对 乍根就是这样好像有什么观点 你讲的 但是你刚才去看什么 看了刚才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schedule timeout 之后呢就会 有概念 那这里有帮大家 因为这是电子书 帮你画一些重点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去 去计算 就是时间的这个计算一个 时间的间隔 计算一个给定的时间范围 跟另外的时间去比较 然后知道目前的时间 以及呢 我如何做一个动作 而且这个动作是在给定的时间之后 去运作的 好 那就像刚才这个schedule timeout 好 再做事实相反的 好 那 第一个呢 就会知道什么 第一个知道hz的这个意义 那 hz来讲话呢 在这个 很多 将intel架构我们会给它一个很高的值 比方说这个 1000 今天这个数值 好 然后 再来是我们会知道的gfix 然后而且要考虑到 2038的存在 所以我一般来说 实际上 保存东西 是gfix64 那在客人 已经 已经 在网这个地方做处理了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部分 是用这个 有2038的问题 也就是它还是用30文去处理 但是就像前面 前面的阿门那个简报提到 然后去 所以 在客人一直在 往这个64文去处理 好 然后再来是有一个 一个东西叫 high distribution 就是说更高的这个解析度 所以你可以做 特定的操作 好 然后再来是 这边是讲那个gfix 就是讲那个 范例 然后他有一些 不管是macbook 或者是一些indagine function 去做什么 去做这个时间的处理 好 然后 再来是 但是要考虑到一件事 就是说 事实上在不同的处理器 其实它会有这个local timer 也就是说每个cpu core 其他的对应是不同的 那个timers 就是 那 所以 注意到这东西 所以 这个东西麻烦的 当然是什么 在现代处理器来讲话 它会有一个 叫叫 timers 其他的更新 是在不同的 在 在 在 就是在不同的 cpu core cycle 会更新 所以像刚才有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tsc 对吧 timestamp timestamp tstamp tsc 这tsc的圈名叫什么 timestamp counter 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注意到为什么称为它 counter 因为我们在实作我们的timers 所谓去参照这些技术器 它就依据 周期 比方说我的周期是什么 clock cycle 每一个clock cycle 我的这个 counter 就更加 然后 然后 特别注意到也是 特别注意到这个 所以 就是说 其实这些counter 其实有需要 有需要在不同的处理器 和之间 去做同步 如果你不做同步的话 就可能 就 可能会有错误的 那要特别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在kernel的这个 那个 minuskernel的这个 intel handle 其实就需要在bath care 就后半段 前半段 中段 竟然赶快做处理 然后赶快离开 这样的话才能够服务其他的intel 但是在 后半段 就是从这个 前半段处理完之后 后半段 后半段 其实也有这个同步的需求存在 就是刚才讲这个tsc 所以这也是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 在这个 intel的指令 虽然有一个指令就是tsc 你可以透过timestamp counter 去知道这个时间的变化 但是同样的状况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cpu core 它的tsc可能会不同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多核的状况下 你光去读取tsc的这个数字 会有很大问题 因为我这个process 有可能在 第一个核运作 也可能migrate到第二个核 第三个核 第四个核运作 那每个核它上面tsc 其实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从头到尾只用 ttsc当做计算时间的这个方式的话 在多核的存息下 就会导致什么 时间的错误导碎 注意到你不能依赖这个 像rdtsc 注意到这个rdtsc 这是intel的指令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每一个核 每一个核专有的 所以它在不同的 rdtsc 那个tsc的那个 就是刚才讲那个 time statement ttsc 注意到这个是每一个核 都会有不同的 所以注意到 你在多核的世界是不能依赖的 当然你在unicode是可以的 因为只有一个有效的核 好 所以我们要让多核的情况下 也会处理的话 其实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一个对应的一个处理机制 所以clock signalization 会变得很关键 好 然后 那还记得前面有讲到那个 像是什么 像是那个 底下来讲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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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PS 那MIPS是 MIPS其实有64位 有35位 那 它的那个 它会有一个corpus 就是才去帮忙 帮它这个 time statement account 好 这里 那 这个东西 要注意到 就是说 它的time statement counter 本质上它就是每一个核独立的 那 我们今天要同步的本身是什么 同步本身不是counter本身 而是时间本身的 要 需要做 就要同步 然后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目前的时间 你可以透过什么 GIFS 来做处理 那当然 你透过GIFS跟HD的那个组合 你可以知道干嘛 可以知道这个 WordClock Time 好 这个WordTime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 在高阶的操作来讲话呢 就是会有的东西叫 gettime of day 好 那这个东西就用到一个结构 对 time form 这个结构 所以我用tv second tv microsecond 好 然后 再来 好 表述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印出 印出这个current time 这个poker poker file system 底下一个东西叫tv time 所以你可以去 用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 你就可以去得知什么 目前这个 就是这个 这几个GIFS 你可以去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数 为什么这个数值这么多 因为他只是一直更新 好 然后呢 接着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有很多操作本身 其实我需要一定的这个 延迟 为什么需要小的延迟呢 好 我们为什么需要small delay 呢 刚刚忘了讲这个 其实很多像device drive 其实需要 比方说你去思考一件事 像你这个 像这个 手机 手机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零组件 叫什么 叫LCD panel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LCD的显示 那LCD的 注意到LCD的显示呢 它其实它是有好几个阶段 你不是给它电 它就会变亮 不是这样 其实中间很多事 简单说 我去供电之后呢 我要设定一个讯号 就是让我的 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VSync 这个VSync在做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就是简单说它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叫Pixel clock 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我在画面中要画 我画面中要画几个点 几个Pixel 那比方说呢 我会有个东西叫Pixel clock 比方说这个Pixel clock 就是比方说你设定的10MHz 就是说 我每秒可以处理 1000万个Pixel 好 那这叫Pixel clock 那问题来 你的Panel大小 跟Pixel clock 是有关联的 所以比方说你的要求解析数 就是1024x768 那frame rate是60 就是每秒要更新60个frame 好 那所以呢 我这个每秒钟需要更新的点数是什么 1024x768x60 所以就是算起来是47.18MHz 那所以每一个LCDC 什么叫做LCDC 就是LCD controller 就是控制器 才能够满足这个 所以你看到 这个像是水管 水管就是说你每秒 截面积 你先去水管 你可以去计算它的截面积 你可以去计算说 我这个水的总量是这么大 那截面积是这样的话 那我每秒在这个截面积上 每个单位 它承受多大的压力 那所以你看到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LCD controller 就要去计算 这个47.18MHz 才能够输出这样的东西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我要画出 注意到你要把一个原始的放在记忆体里面的资料 要把它投影出来 要把它呈现到这个LCD controller上 其实它要处理东西怎样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 其实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这里 你看到这个 Async跟Vsync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其实我要把这个 不管是垂直也好 水平也好 我除了要做到刚才那个Pixel Club 我还能够确保什么 我还能够确保说 我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 我能够显示的这个频率 是不是能够达到我所要求的这个更新 否则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所要求更新 你会遇到什么 会画面会散动 就是因为它的你要的跟做的不同 这是相对是什么呢 相对就是说你看那个水源头 供水如果够的时候 水压够的时候 那个水很漂亮 笔直这样呈现下来 可是水快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水就怎样 就这个水就什么花类都出现了 因为它压力不够 供的水不够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截面器 我截面器是这么大 水管是这么宽 对不对 但是我供的水不够 所以它就是散散散散散散散 那同理 这个Vsync Hsync其实也知道 我从水平跟水池的观点来看 我在这上面多少点是要做得到的 我垂直一个水平 然后我将水池跟水平构成 构成什么 构成一个 就是你像刚才讲的水管的宽度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了 就是我刚刚光有供电是不够的 我要决定说我要多大的 要设定多少Pixel clock 所以在有供电到Pixel clock真的生效 我需要干嘛 我需要去设定值 所以中间就要等待 等到这些Pixel clock设定真的有用 再讲一次 我要供电 供电完之后我去设定好对应的Pixel clock 设定好对应的萤幕的主态 而且这些主态都要确表说 萤幕都已经设定好 就像刚刚讲的 水管真的出水可以出那么多 我这才真正去干嘛 去把图画出来 所以过程中就要等待 那这个等待的每一个处理器 不是 每一个LCD control的 会有不同的数值 所以我们肯定要睡不同的时间 所以这个东西依据不同需求 要去不同睡觉 所以但这个时间很短 那这个一般来说就是用一个回圈 或是一些特定的CPU 就可以做得到 当然如果说你要睡更长的时间 就不是只是用刚刚那个方法 你会睡到听话地牢 而且可能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就透过什么 去查这个GIFIES 就像这个 让这个做一个 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个特定的操作 比方说 这个IDLE 进入的IDLE状态 或者说去做 处理其他的操作 好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 把它变成一个 比方说变成一个排层 好 然后再来是 好 像这个 这样讲排层 好 然后继续讲这个GIFIES 好 这就刚刚讲这个Schedule Time 好 那这底下呢 这个GIFIES就花更多 新 他没有讲那个 相关Source Code 不过你可以朝它描述去看 好 那这个是刚才修Delay 再来 好 再来就讲这个Timer的这个 像这个Schedule List 它里面其实很多结构啦 但是 结构里面很多内容 比方说 里面会有这Espire跟Function 不过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两个 然后大家就会知道 iTip跟DeiTip 好 好 那底下就更具体来讲 就是说 客户Time 是怎么 怎么去实作的 好 然后这个东西好玩 里面在哪里呢 好 里面在 这个客户Time呢 就讲一些 实作细节 然后再次跟那个 我们之前讲这个中段处理的时候 还记得吧 我们今天讲这个 中段处理的时候 不是 对 我在讲这个 中段处理 还有现代架构考量呢 其实有提到这个Testing 对 提到这个Deferred Work 那其实注意到 这些东西呢 跟WorkQ 也好呢 这个Testing 也好呢 其实它 都跟那个时间 是可以对接起来的 好 那就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这个时间呢 好 一步一步这样子串接起来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个东西叫 Kernel Latency 好 Kernel Latency 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有趣 就是尤其在讲这个 即时系统 好 当然不是只有即时啦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都都存在 就是什么该延迟呢 就是说 我们理论上 该在什么时间完成 该在什么时间处发 但是呢 对比真实世界就是为延迟 好 那这样的一个延迟呢 就是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时间落差 我们叫做Latency 好 就是 好 那这个延迟的影响是很大的 尤其像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讲到这个 即时处理 对 尤其是Hard new time 其实冲击的很大 而且我们更在意就是Worst case 的Latency 那这个东西是 决定系统是否为 那是否为Deterministic 是有很大的观点 好 那这边就去讲了 讲这个Latency的来源 然后 怎么去分析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 如果你的系统是 non-pre-endable 好 我们之前讲这个Linux 核心设计 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应急词的时候 有讲到 分别有举好几个例子 举说 pre-endable kernel 跟non-pre-endable kernel的 能力 跟它行为 那在non-pre-endable 呢 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就是说 即便优先权高的任务 它有可能呢 还是会拖到很慢去执行 为什么 因为 kernel 可能有个部分是 non-pre-endable 也就是说 它是不能被抢占 不能 就是即便呢 其他任务优先再高 我现在东西没做完 我就是不能这样 我就不能 我就不能 让出来 我就是不能被重要的任务抢占 注意到 我们讲抢占 讲的是什么 拳头 谁大谁硬 谁的优先很高 好 可是呢 那在non-pre-endable的系统来讲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优先权高的任务排进来也没用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就是有一区还没有 就是没办法被 没办法被抢占 执行 所以就算排进去了 但是就执行不到 那当然重要任务执行不到 就是也会导致延迟 好 然后呢 这个音通话本身呢 也会有这个延迟 而且这个延迟很好玩 就跟什么 跟它呢 就是有 会有关系 就是现在对时间认识不同 你可能就是你想要 如果原本时间间隔是这么短 你把它拉那么长 就是我把这个HG HG 下降 HG其实下降 它有好处嘛 它好处就是 比较省电 但是它对于什么 对于这个 认识处理就会有影响 所以来讲话呢 欲语熊掌不可得见 所以这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势必要改变 这个Timer的状态 好 那我们在之前有讲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 High Resolution Timer 缩写叫HRT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来讲呢 如果说你们要做到什么 Natal Sleep 要做到Natal Second等级的这个精神 除了硬体要能够支援以外 当然多半时候我们用到 Natal Sleep还是继续microsecond级的 因为硬体一般来说 可以做到microsecond级的精准度 Natal Second可能做不到 但是microsecond级是做得到的 那所以呢 我们也讲这个 我讲的是硬体的 就是那个硬体的时钟 但是你总是可以透过这个 总是可以透过那个 像一些delay做到这个 就是做到Udelay Udelay或是那个Mdelay 就是做到这种延迟 那这个延迟往往是这个 是这个 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延迟 透过一些这个loop 或者一些像前面讲的Boggle Mix 然后做一些某些某些某些操作 好 那我可以做到底练时间 那关键就是在说 Resolution的影响是很大的 好 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像要做到Natal Sleep 我就需要搭配HRT 好 然后用到一个One Shoot One Shot One Shot One Shot 那就是Timing 就是我设定之后 我设定之后 触发之后 只有一次 触发到时间时间它醒来 就那一次而已 好 那这边来讲话 就是讲这个Priotic Test Priotic Test Tik 然后跟这个 跟这个一些设计的考量 那其实这个 这个不只是 就是 对搜寻 还有OK 还有相关的一些精准度 好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光是调Tik不够 对 我们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一个 后面就有一个设计 叫做Tikless 所以Tikless 所以Tikless的关键就是 把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存在 的Time Interrupt 拿掉 所以原本 那个Dynamic 是用在什么 Idle 然后后来全面 就可以用到很多地方上 可以去处理 好 然后 再次 刚刚讲这个 One Shot 就是我今天 设定一个 Expire 然后接着去 去出发 好 那这个是HRT 那 HRT 这个东西 好玩 这个HRT 就在2.6.21加入 那2.6.21加入之后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 其实我们就不用一直在 不用在那种 HT的 值的设定 而且我们有机会做到很精准的时间 但是这个机制存在 又不会影响到整体训练的效果 因为往往它就出发这样 只有一次 那 应该是可能 做了几个 framework 让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 programable 那HRT 跟这个TIME 尤其这个TIKLIS 又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TIK的观点 其实现在来讲 是越来越不重要 尤其在这个TIKLIS 的系统来讲 它其实 我们不是那么依赖这个周期性的 我们更依赖的是一个事件 我们更依赖的是 事件跟事件之间的观点 所以比方说像RCU 我们先讲RCU 一个Write 多个Reader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讲这个Grace Period 我们讲这些 这些 不同的Reader 那当然我们讲的 很多时候的不同可能 那跟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存在不依赖这些TIME 我们尽可能 不对TIME有那么大的依赖 而是透过什么 而是透过说我知道 资料 资料跟资料 哪些哪些的 Quickle Session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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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更新的部分 去做这个特别去处理 那通理这个HRT也是一样 原本呢 TIME就是周期性 但是呢 我的HRT是 我反正我就是one shot 就是设定的时候 我就one shot 然后所以我可以很短的时间 也可能是很长时间 而且中间我还可以设定额外的些事件 去让 系统去触发 比方说我该去更新我的这个 实践的时候呢 我还是有办法去更新 但是我就不是那么仰赖周期性 所以我的总量可以大部分缩减 然后最重要的是 那是什么呢 我还是 我们不会牺牲到整个系统 好的一个回应的速度 我们回应速度还是可以做 在很短的时间内 回应 好 好 那再来是说这个 刚才讲这个东西码 就是讲这个什么 那个 pre-entible的冲击 这个在我们之前讲那个 即时处理的时候 有去探导过 所以我这边可以有些细节 跳过 好 所以我们来 回顾一下 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你要考虑的议题很多 其实你可以 可以从这边来讲话 你再一次看到好几个东西又串击起来 我们前面串击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中断处理 time 对 就一般的中断处理 tub hell bomb hell 或是那些deferred work 那些 那些 像是 像是那个tested 所以就原本讲interrupt部分 然后现在time 其实time本身也是一个什么 特化的一个中断 而且这个特化中断 跟什么东西有关 跟python有关 跟中断有关 像刚才前面讲r7 对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你还跟这些 内部的表示方式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也透过这一次的运行设计 这一次的这个系列讲座的 讲的piment 你也把这个东西串击起来 而且整件事又跟什么 跟及时的能力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我们在过程中 你要考虑到每个core 有它的local的piment local的clock 那所以这个local timer呢 那这个东西呢 也会怎么 也会影响到我们最终认知的时间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 我们探讨说这个linus多合的时候呢 不是只是讲这个spinac 也不是讲说 想着catch compute 这些议题 其实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因为每个core 它请它对你的时间 其实是会怎样 会是不同的 所以你只是读这个tst time statement count 是不够的 你需要一个额外的机制去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像这一系列这个 像这个 像什么东西呢 像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tick preart 为什么这东西这么复杂 就是因为其实这些 一直都该去复理 甚至这些东西还对 low的average 有很大的关联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是讲这个timer 它的管理机制 所以请你复习相关的那些材料 学习相关的材料 然后得知这个情况的关联 好 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